第四十一章杀神六事,缺响和薛念这时候正蹲在舌头之上,研究着什么?姐姐,你说这条舌好吃吗?缺念口水似乎都要流出来了,这条蛟龙肉眼可见地颤抖了一下,眼中闪现了一抹恐慌。 薛响摇了摇头,我估计不太好吃,因为没有这么大的锅炖他。蛟龙微微松了口气,但接下来薛响又说道,不过倒是可以将他串起来烧着吃,应该味道不错。蛟龙都快要哭了,本来在家里带得好好的,突然来了一群人,先是要抢宝物,然后又打了自己一通。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厉害得简直不像话。在岸上打得自己晕头转向不说,在水中更是一拳差点将自己打成肉饼。 在妖怪的世界中,弱肉强食,强者为尊是在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所以在被打得心服口服之后,蛟龙立马就彻底沉浮了。 这就是下水之后的经过,一拳,打爆了水中的一条蛟龙,而且这还不算完,就在此刻,远处的山峰突然一阵摇晃,然后有轰隆隆的声音从地下传来。 众人骇然之时,只有那条蛟龙知道,这只是薛安一拳之威的鱼泊罢了,想到水中那惊天洞地的一拳,蛟龙就止不住的有些惊慌。 可只有薛安不太满意,以前,自己一拳,是可以击灭一个星系的。 可现在实力一不存一,也只好如此了。 至此,沙神六世第一拳,动天地,算是有了些模样。 而后面,还有五拳,合起来便是沙神六世,也是薛安为先王之时,驰骋宇宙,立下赫赫威名的成名绝迹。 薛安冲两个正在讨论如何吃这条蛟龙的小姑娘笑道,好了好了,再说她就要吓哭了,下来吧。 蛟龙无比温顺地将硕大的龙头趴在地上,薛安抱起两个小丫头,走了下来。 蛟龙转身要走,薛安突然拍了拍她的头,虽然血统不怎样,但是能修成这样,也算不错了,帮你一下吧,祝你早日成龙。 蛟龙浑身一震,然后无比感激地看着薛安。 薛安淡淡一笑,不必谢我,但我要告诉你,宇宙之间,龙族不可计数,若是你只想成为一条龙,那很简单,但我从你的血脉之中看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味,若你肯逆天而行,那未尝不可。 后面的话薛安没说下去,因为他觉得,那机会简直太渺茫了。 蛟龙沉水而去,刚刚薛安传给了他一套妖修功法,这对于全靠自修而成就现在实力的蛟龙来说,无异于无上珍宝。 他现在便要去修炼了,而薛安则转头看向依然在喃喃自语的宋义,摇了摇头。 这个人,如果不能堪破这衣冠,那么他不但不能精进,反而会遭到反噬,甚至暴毙而亡都有可能。 薛安给薛兰解开了绳子,薛兰有些惊惧地看着他。 安哥哥,薛安一笑,不用害怕,我又不会吃人。 只是这几年来,有了些不寻常的遭遇罢了。 薛兰低下了头,薛安微微叹了口气,转身要走,薛兰突然抬起头来说道, 我不怕。只要你是安哥哥,那我就什么都不怕。 薛安淡淡一笑,霍和鸣随风而散,一切都结束了。 只有陈如师有些沮丧,因为刚刚蛟龙出水,那些药材基本都被卷入了潭水之中,所以这次可以说是空手而归。 想到家中病情一日重死一日的老爷子,陈如师就心急如焚。 而就在这时候,陈如师目瞪口呆地看着正从连衣裙的小兜中往外掏莲子的两个小姑娘。 这个好好吃啊,却念随手扔进嘴里一个,却想点点头,不过就是太少了,才这么点。 两个小姑娘全然不顾陈如师的痛惜和震惊,就好像吃糖果一样,一口一个。 别,别吃了,陈如师沉痛地说道,咦,阿姨,你怎么了啊? 却想转头看着陈如师道,两个小姑娘,你们这莲子是从哪里的来的啊? 刚刚在水里的时候,爸爸顺手给我们摘的啊。 却念又吃了一个,是啊,爸爸还说,当临时吃着玩吧。 陈如师这时候都快要抓狂了,顺手摘了一个,还随手交给两个小姑娘,并且还让当临时吃。 这个男人,到底怎么想的,要知道薛想和薛念此刻吃的嘎嘣脆的莲子,可是绝世神药,甚至能活死人肉白骨的玄鹰莲子啊。 小姑娘,你们能不能给阿姨一个啊?我拿好多好多临时给你们换,好吗? 陈如师此刻像是葛诱骗孩子的人贩子,那,我要时代蜡片。 却念第一个说道,薛想敲了妹妹的脑袋一下,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道,轩人阿姨说过,蜡片吃多了会变丑的。 还是换成蘑菇粒吧。 嗯嗯,也行也行,却念盲不迭地点头。 陈如师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然后薛想从兜里掏出一个莲子,阿姨,你要这个干什么啊? 阿姨家里有个病人,需要吃这个呢? 是这样啊,薛想想了想,然后将兜里所有的莲子都掏了出来。 薛念也是一样,只是最后犹豫了下,又塞进嘴里一个莲子。 阿姨,这些都给你吧,陈如师愣住了,看着两个粉雕玉琢般的小姑娘那纯净如宝石的眼神。 她产生道,两个小妹妹,你们这事,薛想认真的说道,阿姨,以前爸爸没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整天盼望着他能回来,你家里有病人,一定也盼望着他能好吧,都给你。 陈如师忽然有些想哭,自己刚刚还想着算计人家,结果这两个小姑娘,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啊。 可,他们的爸爸,那个神秘的男子会同意吗? 陈如师心里有些忐忑,薛安在旁边都看到了,他唯唯一笑,然后说道,我给女儿的东西,便是他们的,他们随便处置。 陈如师咬了咬牙,从身上掏出了一张精致的白金色卡片。 先生,这东西太过珍贵,我不敢奢求全药,给我三颗便好,这张卡是我们陈家的一点谢意,请您笑纳。 第四十二章三天之后,我在弘家等他。 北江,弘家的别墅之中,于庆坐于主位,而弘元弘明父子,以及晴天都公公敬敬地站在一旁。 于庆神情淡漠,你是说,薛安现在并没有在北江。 弘明抢先回道,没错,我已经派人去查过了,他已经离开北江两天了,去干什么了知道吗? 于庆淡淡地说道,这个,我不是太清楚。 弘明说道,晴云那个小贱人肯定知道。 晴天突然咬牙切齿地说道,现在晴天的处境可谓惨透了,被晴云逐出了龙太集团不说,他所有的积蓄也都被冻结。 而见到他从云颠叠落下来,他的老婆也卷铺盖跑了。 他就如丧家之犬般,惶惶不可终日,直到那天,他正愁眉苦脸地坐在租来的破房子中,于庆找来了。 开始的时候,晴天并没拿于庆当回事,可后来他才发现,这位看上去不过三十来岁的男子,简直厉害得吓人。 然后晴天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刘兽的师弟,此来北江就是调查刘兽死因的。 晴天不禁大喜过望,领着于庆便来到了洪家。 此刻,于庆听到晴天的话后,唯唯点了点头。 那好,从哪里可以见到晴宇,他现在每天都会去镇北武馆。 镇北武馆,北江最大的武馆,坐镇这里的谭东更是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的武术大家。 晴宇作为龙太集团的继承人,身份尊贵,自然不会在外面和那群普通弟子一起习武。 他是在镇北武馆最里边的一个小院,由谭东亲自指导。 晴天晴于正在专心致志地修炼,谭东在一旁看着,心中有些感叹, 这位晴大小姐自从那天的拍卖会后,便好像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整天来武馆疯狂地修炼。 不过他的进步倒是神速,一套游龙掌已经练得有模有样。 不过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一阵地喧哗,然后一名弟子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吃腹,外面有人踢馆,踢馆,这种事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镇北武馆了。 不过谭东神情平静,点了点头道,知道了,我马上就过去,话音未落, 就见小院的院门轰然而碎,谭东手下几名得意的弟子被人一拳轰飞进来。 这一幕让谭东赫然色变,他这几个弟子,有的已经学艺十年,功力仅次于他, 现在却被人一拳轰飞进来。 到底是何方高人,居然这般厉害,正在惊疑不定, 一个面容普通但是气质如冤亭月之的男子漫步走了进来。 来的人自然是于庆,他奉师父指天老人雷灵之命,下山调查自己师兄留寿之死。 等来到北疆后,才发现杀人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而且并不在北疆。 为了能早点为师兄报仇,他也懒得去拜访,直接就冲进了镇北武馆。 这些弟子们不愤他的行径,在前阻拦,却连他一拳都抵挡不住。 此刻,于庆淡淡地扫尸了小院中的众人一眼,然后冲情于微微点头。 这位想必就是秦大小姐了,请问薛安在哪里? 原来是为薛安而来,秦渝的心不禁提到了嗓子眼,这个男人显然不是一般人,他找薛安干什么? 似乎察觉到了秦渝的疑问,于庆唯唯一笑,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 死在拍卖会上的是我师兄,我叫于庆。 秦渝心中凛然,因为这个男子一笑的时候,就好像一头猛虎在冲你呲牙一样,十分的骇人。 而此刻谭东却上前一步,挡在了秦渝前面。 这位朋友,你招呼都不打,进门便伤我弟子,是不是有些太没有礼数了? 谭东满是愤怒地说道,你又是哪位?于庆道,我便是这镇北武馆的馆长,谭东。 谭东审声道,于庆点点头,这么说起来,你好像挺不服气。 那好,你若是能接我一拳,我转头便走。 自此再不来北江? 好,谭东毫不犹豫地硬道,如果现在他退缩了,那么镇北武馆的招牌就算是砸了。 于庆嘴角浮现出一丝轻蔑的笑意,然后轻贺一声,对着谭东便是一拳轰出。 谭东面色凝重,马步式站立,竭尽全力地去接这一拳。 轰,这一拳犹如流星斑砸中了谭东,谭东的脸色由红变白,连一秒钟都没坚持下来, 便被轰得拔地而起,直接砸飞到了墙上,这才缓缓落地,然后一口鲜血喷出,连话都说不出了。 谭师傅,秦于惊叫了一声,谭东颓然地摆了摆手,然后有些恐惧地看着于庆,断断续续地说道,这这就是逍遥镜吗? 于庆收回拳头,傲然而立,没错,这就是逍遥镜。 谭东苦笑了一下,知道自己一败涂地了,这位不过三十多岁的男子,居然已经突破了真人境,成为了寿远可达一百五十岁的逍遥之人。 这样的实力差距犹如天地,他说得无话可说,于庆转头看向秦于,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我会在弘家等候薛安,如果他不来,那么你们都得死。 说完这句满是威胁的话后,于庆转身离开了,秦于搀扶起谭东,然后神情复杂地看着于庆等人的背影。 谭师傅,你有没有事?谭东摇了摇头,只是受了些内伤,不碍事,这个人已经留了手了,不然我当时就得死。 这个人的实力,简直高得可怕,秦于担忧地说道,那薛安是不是他的对手? 谭东苦笑着说道,这个人我可以看透,但薛先生,我却一点也看不透,你说他是舞蹈高手吧,但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 秦小姐,你最好赶紧找到薛先生,千万不可耽搁,因为如于庆这般的高手,绝对会说到做到,到时候你们就危险了。 秦于神情凝重地点点头,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找薛先生。 而就在秦于火速赶往青芒镇的时候,薛安正坐在水潭边盘膝打坐,这里的灵气要比外界浓郁得多,正好可以帮助薛安突破真人镜。 其实以薛安现在的实力,早就可以轻松地突破了。 但薛安上一世便吃了根基不稳的亏,所以这一次,务必要将根基打得无比牢固后,再行突破。 随着薛安的吸收,灵气开始在他的头顶形成了肉眼可见的漩涡。 这种异象让薛兰看傻了,而薛想和薛念却有些习以为常,对他们两个来说,自己的巴巴就是无所不能的。 第四十三章万家灯火 彭,一声沉闷的响声从薛安身上传来,那是来自金谷深处的响声,这也意味着,薛安终于迈出了修道之路上的第一步。 虽然距离当年的仙尊,还有万里之遥,可这一步,毕竟是迈出去了。 所谓的真人,便是将尽力修至全身,从而能人所不能。 而逍遥,则是全身被凝练为一起,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举手投足兼便有莫大的威力。 更主要的是,一入逍遥,并可有150岁的寿元。 这是一个莫大的诱惑,因此才被世俗中人称之为逍遥。 可薛安知道,这远远不够,因为修道之境分为,真人,逍遥境,天人境,散仙境,长生境,精仙,真仙,大罗,先王,先帝,先尊,最后便是传说中的圣人境。 现在只是走出了第一步罢了,但已经恢复清醒的颂意,却一脸的艳羡和震惊。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这么快的时间内突破到逍遥境。 尤其这个人也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不知道会震惊多少人。 一入逍遥,变为仙人啊,宋义喃喃自语道,薛安站起身来,就觉得浑身的气力何止涨了十倍,而且神丸气足,有一种天下静在我手的感觉。 不过薛安的心境坚弱磐石,转瞬之间,便将这些幻觉破除。 此次在这水潭旁边,还获得了众多药材,正好可以用来炼制裴圆丹。 现在薛安突破逍遥境,炼丹的速度又加快了很多。 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这些成堆的珍贵药材便被薛安提炼为一体,然后开始炼制。 薛兰在一旁看得眼花缭乱,感觉世界观都受到了极大的颠覆。 宋义更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如果说薛安突破逍遥,算是给他的第一个震动,那么这次的炼丹,则让宋义有了下跪的冲动。 那些名门大派基本都会炼丹,可哪个炼丹的时候,不得摘见沐浴,进行冗长而繁琐的准备,最后才能开始起火炼丹。 就这样,还有很高的失败几率,这也是现如今,除了几个大派弟子外,基本没有谁能吃得起丹药的原因。 因为太贵了,而且炼丹的手法都是不转之密,可看这位薛先生,动作如行云流水,几乎是转瞬即成。 扑,十几颗散发着浓郁香细的丹药落入薛安的手中。 前后不过五分钟,丹药便炼制成功,这个成功率和效率让宋义目瞪口呆,薛念这时候却流着口水说道,巴巴,这是什么啊,好香啊。 薛安淡淡一笑,然后做出了一件让宋义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的事。 他直接给了薛想和薛念一人一枚丹药,尝尝看味道怎样,嗯嗯,两个小姑娘一嘴一个,就好像吃花生一般,将这两枚丹药吃下去了。 宋义都要哭了,这几枚丹药,随便一枚流出去,都能让那些名门大派的弟子打出狗脑子。 可这位薛先生,却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当零食吃。 薛安这时候又给了薛兰一个,吃个尝尝, 薛兰有些不好意思,刚想推辞,宋义悠悠地说道,吃了吧姑娘,这是你的大造化。 薛兰迟疑了片刻,便将这枚丹药扶下。 很快,薛兰就觉得肚子一阵脚痛,然后脸一红,跑到远处去了。 过了没一会,他有些羞怯地回来了。 这时候的他,浑身上下的污垢都已经被排出。 将好像一块无瑕的美玉,内外剔透,不说别的,就这一枚丹药,就足以让这个小姑娘延寿五十年,而且青春涌住。 宋义羡慕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却安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宋义赶紧恭恭敬敬地低下头,你怎么不跟着他走? 宋义苦笑了下,现在或少死了,我回了中都也难逃一死,还不如留下来。 其实宋义还有一件事没说,他刚清醒过来的时候,陈儒师想带他走。 可宋义却偷偷占博了一卦,卦相告诉他,祸福难料,但有天大的机缘在等着他。 至于这个机缘有多大,宋义也不清楚,却安不至可否,他对这个宋义,谈不上厌恶,更说不上喜欢。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靠着一些本事,游走在世俗豪门之间的修者罢了。 我打坐多久了,爸爸,你坐在那好半天了呢? 却想说道,不,那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没有啊,以前的时候,我和妹妹经常在家里一待就是一天呢。 却想说道,却安心里一痛,自己不在的时候,这两个小姑娘,肯定受了很多的罪吧。 毕竟唐轩儿要抚养他们,还得出去挣钱,家里就只能留下他们自己。 这样想着,薛安府下山将两个女儿抱了起来,微笑道,那爸爸带你们下山。 出着薛安脚尖轻点,整个人冲天而起。 同时留下了一句话对宋义说道,带着男人下山。 薛兰仰着头,呆呆地看着消失在天空中的薛安。 而宋义这时候则无比恭敬地说道, 男人姑娘,我们下山吧。 安哥哥,是成仙了吗? 薛兰难难道,宋义摇头轻叹,算不上成仙,但也差不多了。 而且这位薛先生,身上总有一股让人不敢轻视的气度, 他日后的成就,简直不敢想象啊。 宋义是有感而发,薛兰却是五味杂陈, 至此,他心中那一丝少女的幻想,逐渐熄灭。 因为他知道,自己跟安哥哥的差距,犹如云泥。 此刻,薛安带着两个女儿,直接飞到了半空之中。 逐游镜当然不可能有这种实力,但以薛安的实力, 却轻而易举,两个小丫头兴奋地看着天上那轮角月和满天繁星。 巴巴,月亮好大哦,赤啊,而且好像一个咬去一半的烧饼啊。 薛念总是离不开吃,薛安淡淡一笑,闭上眼, 巴巴再给你们变个魔术。 嗯嗯,两个小姑娘乖巧地闭上眼睛,薛安眼中光芒一闪, 然后脚下便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光幕。 这光幕犹如一块玻璃,漂浮在半空之中。 薛安松开手,将两个女儿放在光幕之上。 好了,两个小姑娘睁开眼睛,便看到了极美的一幕。 光幕完美地反射着天空的一切,月亮、星辰,都点缀其上。 就如同出现了两个天空一般,却想小心地走了一步, 发现如履平地,然后便兴奋地带着薛念奔跑起来。 薛安微笑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儿,脚下,则是万家灯火, 烟火人间,第四十四章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 深夜,青芒镇的大街上行人稀少,很多店铺已经洗了灯, 但月来酒店之中依然灯火通明。 解文东坐在椅子上,摆放在他面前的,便是自己儿子解虎的尸体。 谁干的,解文东的双眼通红,脸上满是杀气。 回老爷子,是一个叫薛安的人,大唐经理赶紧说道, 薛安,解文东皱了皱眉,然后看像跪在一旁的薛兰父母。 薛果,你们薛家的人,胆子倒是不小啊。 解文东冷声说道,薛果还没说话,薛兰的母亲李红艳已经大哭起来, 然后砰砰砰地直磕响头。 解老爷子,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们真不知道薛安去哪了啊。 我们的女儿还被这个王八蛋给拐跑了,您抓起我们来,根本于是无补。 解文东满脸的杀气,我就不相信你们这群人真的不知道。 薛安可是你们的侄子,这时候李红艳见薛果低头不语,实在忍不住了, 指着薛果破口大骂道,都怪你,你们信薛的没一个好东西, 这个薛安一回来就惹下这么大的祸事,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了, 连累了我们,你还护着他。 解文东这时候冷笑道,行了,别演戏了,既然你们不知道, 那好,一会就先让你们陪我儿子上路, 我就不相信,这个薛安还能跑得出青芒镇。 解文东确实动了杀心,解虎是他的独子, 却被人杀了,还是被自己一贯瞧不起的薛家人给杀的。 这自然让解文东无法接受,作为青芒镇, 乃至方圆百里范围内的大哥,解文东已经放出话去, 谁能抓到薛安,并奖励谁十万块钱。 解文东笃定,这个薛安肯定没有离开太远。 只要抓到了他,解文东就准备当着自己儿子尸体的面, 将其开堂摘星,给自己的儿子报仇。 想到这里,解文东的眼中浮现出疯狂的杀意。 正在这时,从酒店门外走进来两个人,一名老者,一位少女,正是宋义和薛兰, 他们两个的出现,让大厅中的气氛变得异样起来。 薛国和李红艳,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薛国急得大喊,蓝人,快跑,可还没等话音落下, 一个马仔上前扇了薛国两耳光,然后有人将酒店门给堵住了。 宋义开始也是一惊,旋即又冷静下来,敢问这位老先生是哪位, 为何阻拦我们,以及为什么抓起蓝人姑娘的父母。 解文东瞥了宋义一眼,冷笑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既然我儿子被你们的人给杀了,我自然要逃个说法, 蓝人啊,都给我捆起来。 几个手下上前便要动手,宋义这时候不禁有些恼怒。 自己好歹也是一方的风水大师,何曾受过这个待遇, 不禁审声道,朋友,你可要想清楚了,随便抓人, 那的后果你承担不起。 解文东文言冷笑,在青芒镇,还没有什么是我承担不起的。 虽然宋义算是个修道者,不过他专言风水秘术, 拳脚十分的稀松平常,没几下便被人给摁在了地上。 然后有几个人凝笑着准备上前抓薛兰, 这时候宋义大声道,我奉劝你们一句, 如果不想死的话,最好不要碰这位姑娘。 什么意思,他背后的人,你们无法想象, 宋义的话让几个马仔有些愁愁, 解文东却毫不在乎。 在这跟我装什么,我早就打听过了, 这个小丫头,跟张白纸眉啥两样, 除了认识薛安,他还认识谁。 说的就是薛先生,他的恐怖, 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 宋义审声道,听到他这句话, 解文东和一众手下不惊哈哈大笑起来。 薛安,还恐怖,真是笑话, 我连他父母都认识,他们这一家祖上就是窝囊费, 居然说什么不是我们能想象的,真是可笑至极。 是吗,真的那么好笑吗? 随着一个淡淡的声音,一个人慢慢走了进来。 小声戛然而止,因为走进来的, 是一位身形挺拔,面容俊美的男子。 在他身后,还带着两个长相穿着都一模一样的小姑娘。 不是薛安又是谁,解文东目光阴狠地看着薛安, 慢慢站起身来,冷笑道,果然有点胆量, 居然敢上门送死。 薛兰有些担心地喊了声, 安哥哥,薛安唯唯一笑, 示意自己没事,然后看着解文东, 过了半晌才说道,这么多年, 你居然还活着。 你什么意思,薛安淡淡一笑, 我的意思是,你还活着,简直太好了。 薛安到现在还记得, 小时候自己的父母, 是如何被这个身材魁梧的老头欺负的。 本以为这么多年, 他已经死了, 没想到活得还很结实。 薛安自然很高兴, 因为没有什么是比手刃仇人更爽快的了。 要解心头恨, 拔剑斩仇人, 当初正到圣人时候的心魔, 都需要自己一刀一刀去斩断。 解文东当然不明白什么意思, 还以为薛安是在讨好自己, 不禁冷笑起来。 没用的, 你今天死定了。 而这时, 李洪彦按捺不住, 冲着薛安破口大骂。 李这个惹祸惊, 还连累得我们也跟着受罪, 我早就说过, 你这样的人, 最好死在外面, 不要回来才好。 你们兴趣的, 李洪彦说不下去了, 因为薛安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李洪彦从未见过这么恐怖的眼神, 就好像连灵魂都被禁过了一样, 后面的话自然也说不下去了。 性薛的, 你杀了我儿子, 我现在杀了你, 很公平吧。 解文东说道, 薛安点点头, 很公平, 那好, 那你记得下了地狱, 不要埋怨我下手太狠。 说着解文东掏出了一把手枪, 面目猙獰地瞄准了薛安。 这把手枪的出现, 让很多人为之色变。 只有薛安, 嘴角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笑意。 去死吧, 解文东正要扣动板机, 外面突然被车灯照射得亮如白昼, 然后一名立庄少女急步走了进来。 一见到他, 本来蛮横的解文东突然傻眼了。 秦, 秦大小姐, 第四十五章谁说, 我要放过你了。 来的人自然便是秦宇, 听到解文东的喊声之后, 秦宇看了他一眼, 不禁皱了皱眉。 你在这干什么? 解文东本来具傲的身形扣楼下来, 无比谄媚地笑道, 秦小姐, 您怎么这么晚来青芒镇了? 来之前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我好去迎接您啊。 秦宇冷声道, 不必了, 我是来接薛先生回去的。 薛先生, 在场的人中, 似乎只有一个人能被称为薛先生。 解文东的眼皮开始疯狂跳动, 然后就看到了让他心惊肉跳的一幕。 只见秦宇走到薛安静前, 十分恭敬地说道, 薛先生, 北疆出了些事, 需要您回去一下。 很多人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谁都看得出, 这位少女身份绝对不一般。 就连嚣张霸道的解文东, 都要对少女毕恭毕敬。 可见其背景之深厚, 可就是这样的人, 都要对薛安如此尊敬。 这个薛安, 到底什么来头, 而跪在地上, 刚刚还满脸瞧不起和怨恨的李洪彦, 这时候也傻眼了。 薛安却淡淡一笑, 不着急, 等我先处理了这边的事, 然后再回去也不迟。 这边什么事, 晴鱼皱了皱眉, 薛安微微一笑, 他儿子找我麻烦, 然后我不小心便将这个老头的儿子给掐死了, 他要找我报仇, 就这么简单。 晴鱼的脸沉了下来, 转身便冲着解文东目道, 姓姐的, 你还想不想干了? 你可知道薛先生乃是我们龙泰集团最尊贵的客人, 李居然还敢找他报复, 龙泰集团, 这个称呼一出, 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 很多马仔都悄悄地开始往后退, 笑话, 在北疆以及周边, 谁敢惹龙泰集团, 跟龙泰集团比起来, 解文东连个流氓都算不上, 最多算个盲流。 至于李红艳, 这时候嘴巴张得比鸭蛋还大, 脑海中突然回想起薛安曾经对他说过的。 以后不要后悔, 当时自己还满脸不屑, 现在却明白薛安为什么那么说了。 能让龙泰集团的大小姐都如此恭敬, 自己这个远房的侄子, 显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高度了。 一念至此, 李红艳后悔的肠子都快清了。 解文东念如土色, 他这几年来之所以混得风生水起, 全是依仗着龙泰集团的实力。 可以说他就是龙泰集团养着的一条狗。 所以秦鱼斥责他, 他连屁都不敢放。 赤是是, 赤我该死, 我不应该找薛先生的麻烦。 薛先生, 求您大人有大量, 饶了我吧。 解文东自觉自己的姿态已经放得够低了, 虽然心里还是有些屈辱, 可行事比人强, 人家有龙泰集团做后盾, 自己就当认栽了。 因此当他说完之后, 屋里的气氛变为之一松。 很多人都觉得, 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可没想到, 薛安淡淡地一笑, 谁说, 我要放过你了。 这句话一出, 解文东就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薛先生, 我儿子杰胡死在你手上, 现在我都不追究了, 您还打算怎样? 薛安走到了解文东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然后淡淡地说道, 你现在是不是很不服气? 解文东低下头, 满眼的愤恨, 那好, 那我便给你一个机会, 拿出枪来, 对着我来一枪, 看看是你的枪快, 还是我的人快。 这个提议让很多人都觉得薛安疯了, 解文东更是浑身一震,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薛安。 薛安伸出了三根手指, 我只蹙三声, 三、二、砰。 一声枪响, 薛兰发出了一声惊叫, 可等烟尘散去。 薛安覆手而立, 而那颗子弹, 却被他咬在嘴中, 散发着鸟鸟轻烟。 解文东都吓傻了, 这, 这还是人吗? 薛安吐掉子弹, 微微叹了口气道,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现在, 轮到我了, 解文东刚想求饶, 薛安一巴掌扇出, 他整个人便在空中转体一千二百度, 最后摔落余地, 满口的牙齿全都成为了碎渣, 脑袋都差点被这一巴掌给扇碎了。 薛安走上前, 脚踩住解文东的脸, 慢慢地用力扭动, 随着一阵咯吱咯吱, 令人牙酸的骨折声, 解文东的鼻子彻底被薛安踩碎了。 所有人都静若寒蝉地看着这一幕, 饶,饶命, 解文东从牙缝中挤出这两个字来。 薛安神情淡然, 现在知道求饶了吗? 可你记得, 当年你欺负我父母的时候, 我父母也曾对你说过饶命, 你当时可收手了吗? 解文东通的浑身都在颤抖, 看着薛安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悔恨。 晴宇有些不自然地将脸扭到了一边, 她害怕现在的薛安。 因为这时候的薛安, 好像一位高高在上审判生死的帝王, 没有丝毫的人间烟火气。 记得下辈子, 不要再这么嚣张了, 薛安说完, 脚下一用力, 扑, 解文东脑浆崩裂, 就此死去, 众人一片漠然, 薛安看了一眼李红彦。 李红彦浑身一击灵, 生怕薛安再找他算账。 薛安却懒得理他, 直接扔给了宋义一枚丹药。 这算是给你的报酬, 解文东父子死了, 以后这酒店就交给你和蓝人打理吧。 宋义如获至宝, 毕恭毕敬地说道, 薛先生放心, 我一定好好辅佐蓝人姑娘。 薛安看了薛兰一眼, 淡淡一笑, 等过段时间, 我再来看你吧。 薛兰沉默地点点头, 走吧, 一直到薛安离开了酒店, 众人才如是重负, 李红彦没开眼笑, 新书以后自己家算是发达了, 这越来酒店是自己的不说, 还多了龙泰集团这个大后台。 刚想说话, 李红彦就觉得嘴巴里多了个什么东西, 等扑地吐出来后, 他才惊恐地发现, 居然是一整条舌头。 他想说话, 却发现只能发出乌里哗啦的声音。 至此, 李红彦, 成为了一个哑巴, 在回去的路上, 两个女儿整着薛安的腿睡着了。 却安轻轻抚摸着两个女儿的后背, 神情温柔至极。 坐在前排的晴鱼, 从后视镜中看到了这一幕, 心中不禁想到, 那个残忍冷酷的人是他, 现在这个温柔的人也是他。 可到底哪一面, 才是真实的他呢? 第四十六章一路逍遥变为先, 镇北武馆, 在冬夜的寒风中, 谭东已经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谭小雨走了过来, 爸,天气这么冷, 你身上还有伤, 还是先回屋休息下吧。 谭东摇了摇头, 应该快回来了, 再等等。 谭小雨有些不以为然, 爸, 这个薛安, 真有你说得那么厉害吗? 谭东看了谭小雨一眼, 你刚从国外回来, 并不了解国内的情况, 但我可以断言, 现如今国内的舞蹈高手之中, 没有及格是薛先生的对手。 谭小雨暗中撇了撇嘴, 心中颇为的不屑, 爸, 要我说, 还不如我直接过去, 将那个伤了您的家伙暴打一顿, 既给您出了气, 又给咱们镇北武馆找回了面子, 何必等这个薛安? 谭东的面色阴沉下来, 小雨, 我重金将你送到国外, 并不是让你目中无人的, 虽然你跟韩国的跆拳道大师学得不错, 却不代表你就可以藐视其他人。 是, 谭小雨低下了头, 但心中还是不服气, 她是谭东的独女, 却一直跟随韩国的国宝及跆拳道大师学习跆拳道, 现如今她在跆拳道上的造诣, 已经十分高深。 昨天, 她得知自己的父亲被人打伤的消息后, 连夜便赶了回来, 发誓要为父亲报仇。 可父亲却坚决不允, 非要等一个叫什么薛安的人。 这让谭小雨心里很不舒服, 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如果就是个稀松平常的家伙, 我一定让你当众出丑。 谭小雨心里想着, 又等了一会, 一辆低调的沃尔沃缓缓停在了镇北武馆门前。 车门打开, 秦渝先下了车, 她的出现, 让谭小雨也有些惊讶, 这不是龙泰集团的大小姐妈, 她怎么也来了, 而秦渝并没有离开, 反而十分恭敬地站在一旁, 并打开了车门。 然后薛安才抱着两个孩子下了车, 谭东神情激动, 赶紧下了台阶, 上前几步, 恭恭敬敬地一弯腰。 薛先生, 秦小姐, 薛安唯唯点头, 这就是父亲所说的薛先生, 谭小雨打量着薛安, 长得倒是不错, 可这身材也太单薄了些吧, 习武之人, 哪个不是身材魁梧的大汉? 就这还是不是出的高手, 而且怀里居然还抱着两个孩子, 这是来搞笑的吧, 谭小雨越打量越是不屑, 心里一个竟埋怨自己的父亲, 岁数大了就是容易被人忽悠。 这小子一看就是个骗人的货色, 就他这样的, 我一拳能打十个。 所以谭小雨一直站在台阶之上, 并没有下来。 谭东注意到了这一幕, 不禁皱了皱眉, 小雨, 快下来见过薛先生和秦小姐。 谭小雨勉强下了台阶, 敷衍堂塞的一抱拳。 秦小姐并没有搭理薛安, 谭东吓了一跳, 生怕薛安再因此而不快。 可薛安压根就没注意这个谭小雨, 此刻她的注意力全在自己两个熟睡的女儿身上。 至于其他的, 她根本懒得理会, 不过薛安的这个反应, 却让谭小雨更加笃定, 这个家伙肯定是个营养辣枪头。 不然怎么连自己这么赤裸裸的挑衅都不敢应对。 自己的老师说过, 没有勇气的舞者, 就像没有了獠牙的老虎, 根本没有杀伤力。 谭小雨的神情不禁更加不屑, 爸,秦小姐, 我刚下飞机, 先回去收拾下东西了。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谭东的神情有些尴尬, 正想跟薛安解释一下, 薛安却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你伤得怎么样? 谭东苦笑了下, 不算太重, 他临时收手了, 不然现在我也不可能站在这。 薛安点点头, 突然一指急出, 正好点在谭东的山中穴上。 谭东就觉得一阵电流席过似的, 浑身一哆嗦, 一直憋闷地呼吸陡然而唱。 多谢薛先生, 谭东赶紧道谢, 薛先生, 先回秦家嘛, 秦渔问道, 薛安摇了摇头, 就住这吧, 住这, 秦渔有些犯案, 嗯, 因为这里离着洪家比较近, 薛安淡淡地说道, 然后迈步走进了武馆。 秦渔有些不解其意, 但薛安这么说了, 他也只好听从。 谭东自然大喜过望, 赶紧命人收拾出一间干净的房间。 薛安先安顿好自己的两个女儿, 这时候已经是凌晨时分了, 薛安并无睡意, 而是走到了院中, 抬头看了看深蓝色的天空, 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神室扩散开来, 在由神室所组成的精神世界中, 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剩下的, 便是各种散发着生命光辉的火焰。 这些火焰有大有小, 离着薛安最近的, 便是谭东的那团火焰, 不过此刻谭东的这团火焰显得有些萎靡。 除此之外, 行鱼的火焰也不算小, 但还有一团火焰显得十分的显眼。 居然是今天那的女子的, 神室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大, 一入逍遥变为仙, 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说明, 这逍遥境便是凡人和仙人的分水岭。 不过一般人就算进入了逍遥境, 也不可能有神室这种东西。 这最少也得是天人境, 乃至散仙才可以拥有的神通。 但薛安是谁, 那可是整个宇宙中都至高无上的仙尊, 这点小问题, 自然难不倒他。 很快, 在薛安的神室感知范围内, 出现了一团冲天的火焰。 这火焰燃烧之烈, 正好像一座火山一样, 薛安的嘴角慢慢浮现出一丝笑意, 然后睁开眼, 看向远处, 以侮辱到麻, 倒是有点意思,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几分本事。 而此刻在洪家, 正在盘西打坐的于庆突然睁开了双眼。 刚刚, 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近乎恐怖的气息, 虽然转瞬即逝, 但这气息中所蕴含的恐怖威能, 还是让于庆为之站立。 是谁, 莫非北疆还有高人, 于庆惊疑不定, 天亮了, 谭小雨从屋中走了出来, 场掌得伸了个懒腰, 筋骨发出一阵阵咯咯咯咯的响声, 然后开始日常的修炼。 今天就是要去洪家算账的日子了, 他自然要准备好一切, 至于薛安, 他压根就没指望他, 甚至还觉得, 到时候这位所谓的薛先生, 能不拖后腿就算不错了。 第四十七章 听说你一直在找我。 等锻炼的浑身气血畅通之后, 谭小雨才停下来, 然后走进了餐厅。 这时候薛安正在餐厅中 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吃饭, 那一脸宠溺的样子 要多温柔有多温柔。 谭小雨有些不屑地一撇嘴, 然后找了各位制作下。 这时候谭东也起床了, 走进餐厅一见薛安, 便十分感激地说道, 薛先生, 多谢您昨晚的疗伤,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薛安唯唯一点头, 晴鱼这时候忍不住问道, 薛先生, 一会去洪家, 您需要带几个人去。 我好现在就去安排, 却安放下勺子, 看了看晴鱼, 微微一笑道, 不必了, 区区一个鱼庆, 何必兴师动众。 这话让谭小雨差点笑出声来, 心想这年头装逼的人可真多啊。 谭东狠狠瞪了他一眼, 然后正色道, 薛先生, 这次不但是您的事, 还是关我们镇北武馆的多年声望, 我已经邀请了诸多五道同仁, 会一起前往洪家。 希望到时候薛先生能起开得胜, 薛安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这时候薛想和薛念一口同声地说道, 爸爸, 你是要去打架吗? 薛安微微一笑, 你们知道什么是打架吗? 薛想和薛念点点头, 薛仁阿姨说过, 打架是坏孩子, 可他还说, 如果有人欺负自己, 就要打回去。 薛安手摸了摸薛想和薛念的脑袋, 温柔地说道, 没错, 谁欺负我们, 我们便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很快, 谭东邀请的那些武道同仁便都陆续赶到了。 这群人高矮胖瘦不一而足, 但基本都是北疆各个武馆的馆长。 他们凑到一起之后便开启了互相吹捧的模式, 并且一个葛摩拳擦掌, 信誓旦旦地对谭东说道, 谭馆长放心, 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给您报仇, 是是是, 好好好, 谭东只能一个劲的致谢, 谭小宇一脸比仪, 直接找了个借口先离开了。 他决定了, 自己先过去收拾了于庆, 到时候等自己父亲等人一到, 发现于庆已经被自己收拾了, 脸上的表情不定多精彩呢。 打定主意, 谭小宇出门就打了辆车, 直奔洪家而来。 洪家今天也早早地就收拾好了一切, 就等着薛安来了。 谭小宇下了车, 看了看这座豪华别墅, 往首而入。 这位小姐, 请问您找谁? 谭小宇冷声道, 叫于庆出来受死, 就说镇北武馆的人, 报纳梯馆之仇来了。 等正跟晴天说话的于庆听到, 这个消息后, 先是一愣, 然后淡然一笑。 好啊, 我倒要看看, 镇北武馆的人, 还能有多厉害。 说着于庆走了出来, 第一眼看到于庆, 谭小宇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他看得出, 这个男子绝非一般人, 尤其那双眼睛, 金光四溢, 让人不敢直视。 不过好胜的谭小宇, 并未有丝毫惧怕, 只是冷声道, 你就是打伤我父亲的于庆。 于庆也没想到找上门来报复的会是个女子, 不禁一愣, 然后点了点头, 是。 那好, 受死吧。 谭小宇一个侧踢便踢了过来, 这一脚气势沉稳, 带着风声便砸向了于庆的脑袋。 谭小宇自信, 这一脚如果砸中, 那么于庆不死也得重伤。 可还没等他露出得意的笑容, 就觉得脚踝被人抓住了, 然后猛的一轮, 整个人便被扔了出去。 扑通一下, 谭小宇摔倒在地, 挣扎了几下, 都无法爬起来。 一招, 谭小宇便败在了于庆的手下, 他的脸上满是惊骇和难以置信的神情。 就是他的师父, 也不能这么轻易地击败自己。 难道说这个男子, 要比自己的师父还要厉害? 于庆这时候有些厌烦的一皱眉, 就这点本事还来报仇。 你是来搞笑的吗? 谭小宇心中满是屈辱, 于庆接着说道, 既然敢来找我的麻烦, 那就得付出代价。 看在你是女人的份上, 我只费你一条胳膊。 说着于庆上前, 抬脚就准备废掉谭小宇。 正在这时, 谭东带着人急急赶到了。 按着, 谭东远远地大喊一声, 于庆停住了脚, 看着谭东, 淡淡地说道, 怎么? 却安没来, 却让你来送死吗? 这句话让跟在谭东身后的这些馆长们大怒。 哪来的小子, 这么猖狂, 看我熊掌拳的厉害。 一名大汉怒吼着冲了上去, 下一秒, 便被于庆一脚踢飞了出去。 呦呵, 挺厉害啊, 大家伙一快上, 这群馆长倒是十分懂得围殴的真理, 一涌而上, 准备用人簇耗死于庆, 可不过及格眨眼的功夫, 这些人便被于庆给全部踢飞了出去。 于庆神情巨傲地说道, 若是薛安还不来, 那么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你女儿这条胳膊, 是保不住了。 说话间, 于庆猛然一脚踢出, 但就在这时候, 一个有些懒散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听说你一直在找我, 这个声音让谭东的神情舒缓下来, 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谭小雨则浑身一震。 于庆抬眼看去, 就见一个男子, 领着两个小孩子, 慢慢走了过来。 看到他, 站在于庆后面的鸿鸣以及晴天等人喊道, 于大师, 这就是杀了你师兄的薛安。 于庆死死盯着薛安, 一字一顿地说道,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你杀了我师兄, 那么你今天也得死。 薛安没理会于庆, 反而低下头对两个小姑娘笑道, 你们两个跟着晴鱼阿姨去车上玩, 巴巴一会过去。 嗯嗯, 两个小姑娘离开后,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想要我命容易, 不过, 你要先接我这一拳。 于庆的瞳孔瞬间收缩为一个针尖大小, 自己当初便是这么对谭东说的, 现在却轮到了自己。 好, 不过, 后面的话没来得及说, 因为薛安的拳头已经到了, 这一拳正轰在于庆的胸前。 直接将于庆轰得双脚离地, 倒飞了几十米远, 摔进了别墅的渔塘之中, 不知死活。 这一切, 就发生在电光火时的一瞬间, 甚至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 于庆已经被薛安一拳轰飞了。 然后薛安才轻轻吹了吹拳头, 淡淡地说道, 死到临头还费那么多话, 你当我很闲吗? 第四十八章你这个, 也配叫剑。 本来一脸兴奋的晴天鸿鸣等人, 脸上的神情凝固了。 一拳, 薛安只用了一拳, 便将这位于庆击败了。 谭东更是目瞪口呆, 他虽然相信薛安能赢, 但怎么也得经过一番苦战? 可没想到, 居然会这么轻松, 但其中最为震惊的, 还是谭小宇, 他自幼便出国休息跆拳道, 曾几何时, 他认为自己的水平已经是世界一流了。 这次回国, 也是抱着跃跃欲试的心态来的, 认为自己怎么也能闯出一番名堂的吧。 可面对于庆, 他却连一招都没撑下来。 这对谭小宇的打击已经够大了, 可没想到, 其后薛安居然一拳便将于庆给解决了。 要知道, 从一开始, 谭小宇便没瞧得起薛安。 现在这个事实, 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 重重扇在了谭小宇的脸上。 谭小宇看薛安的眼神都变得复杂起来, 尤其想到自己当初的行径, 谭小宇便觉得脸上一阵阵的发烧。 就在谭东等人认为大局已定的时候, 一股凌厉无匹的气息自于唐传来, 笼罩了全场。 这事, 谭小宇等人还在惊疑, 狼狈不堪的于庆缓缓从于塘中走出, 然后满脸杀气地看着薛安。 本来想给你个痛快的, 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我会一点点切碎你。 于庆英策策地说道, 随着于庆的话音, 他身上的气势也越发地强盛起来。 你应该为此而感到荣幸的, 因为很少有人值得让我动用他。 于庆说着, 缓缓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长剑。 这长剑直地柔韧, 平时就被于庆缠在腰间当腰带, 可等抽出来后, 却瞬间变为一柄如秋水般的长剑。 剑气如霜, 逼得谭东等人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好几步。 鸿鸣和晴天大喜, 于高人威武无双, 于大师果然厉害, 于庆一脸傲然地轻抚剑即, 此剑。 名为秋水, 不出翘则已, 出翘必见血, 死于此剑之下的真人不下二十, 甚至还有三名逍遥境的高手也死在此剑之下。 今日, 我便用此剑, 斩断你的头颅。 于庆一字一顿地说道, 雀安微微一条眉, 淡淡地说道, 废话说完了吗? 于庆怒喝一声, 手中的剑陡然化作一红剑光, 直奔薛安而来。 快, 这一瞬间, 似乎天地之间只剩下这一剑。 而剑光过楚, 满院草木境断, 雀安却连动都没动, 似乎是被这一剑的气势吓傻了一样。 于庆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宁笑, 他成名是靠拳头, 但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他最强的乃是剑术。 这一剑更是于庆出道以来展出的最强一剑。 乃至隐隐已经有了道的味道, 于庆仿佛看到了片刻之后, 血安身手艺处死于非命的场景。 这让于庆兴奋的浑身都在战斗, 可下一瞬间, 这些激动都化为了乌有, 因为他的剑, 被血安一把握住了。 没错, 血安用一只手, 便握住了这看似无可抵挡的一剑。 于庆震惊莫名, 刚想说什么, 血安淡淡地说道, 你这个, 也配叫剑。 说着, 他手微微一用力, 咔嚓, 这柄秋水长剑变硬生生被血安捏碎了。 于庆的眼珠差点掉出来, 这他妈是人吗? 赤手空拳地挡住一剑不说, 还捏碎了。 同时于庆还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作为一入逍遥的高手, 于庆见机极快, 知道是不可违, 转身就想跑。 血安淡淡一笑, 你觉得, 你还能走的了吗? 随着话音, 血安身上的气势开始节节攀升, 瞬间, 一股恐怖的气息便锁定了于庆。 逍遥, 他也是逍遥境, 所有人都满是震惊, 于庆更是吓得亡魂皆冒, 昨晚那股惊天动地的气息, 原来是他, 此刻的于庆, 心中满是悔意, 如果知道血安这么厉害, 于庆说什么也不敢这么草率的迎战,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于庆近近乎疯狂地往往, 外跑, 眼见在翻过面前这道墙, 就出了洪家了, 于庆的眼中闪过一丝喜悦, 只要自己能逃离这里, 回去后一定告诉老师, 到时候请老师亲自下山, 肯定能将这个血安给处理掉, 但他的如意算盘, 很快便落空了, 因为血安淡淡地说道, 看我一拳, 动天地, 这一拳, 他曾经在拍卖会上用过, 一举即杀了刘兽, 可这次再用出来, 威力何止增强了十倍, 血安的这一拳, 看似即在空处, 但整个空间似乎都被这一拳所即翻了一样, 所有人全都摔倒在地, 而余庆, 更是直接被这一拳给轰得翻滚在地, 扑, 一口鲜血混杂着内脏碎片喷出, 这一拳, 将余庆的脊椎骨都给击碎了, 血安收回拳头, 慢慢走到了余庆跟前, 这, 这是什么拳法, 余庆大口大口地吐着血, 仍然坚持问道, 这一拳, 叫动天地, 血安道, 动天地, 好, 好拳法, 我, 输了, 余庆说完, 眼中的光彩迅速暗淡下去, 余庆死了, 死在血安的两拳之下, 血安抬起头来, 看了看单若目击的红明跟晴天, 看来, 咱们还真是有缘呢, 血安淡淡地说道, 红明吓得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哭着喊道, 血安, 不不不, 血先生, 我错了, 我不该和您作对, 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吧, 而晴天, 则是面色苍白, 双目无神地看着血安, 最后颓然地说道, 我败了, 要杀要寡, 随便, 血安看了两个人几眼, 转身离开了, 他才懒得杀这几个家伙, 剩下的事, 就交给晴渝去废脑子吧, 估计, 以后的北江, 将不再有洪家, 看着血安远去的背影, 谭小宇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从一开始的不屑, 到后来的震惊, 这个男人给谭小宇带来了太多的不可思议, 而现在, 谭小宇发现了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 那就是血安压根就没在乎过自己, 不管最开始的自己是不屑也好, 蔑视也罢, 人家根本就没在乎, 这个发现, 让谭小宇忽然明白, 原来自己什么都不是, 这让谭小宇的心情极度沮丧, 第四十九章亲自下厨, 在回去的路上, 谭小宇神情低落, 谭东和等人物, 略一想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不禁叹了口气道, 小宇啊, 现在你可服气了, 谭小宇低头不语, 过了好久才说道, 他怎么那么厉害, 谭东摇了摇头, 看向车外的景色, 淡淡地说道, 这个世界, 是有天才存在的, 二十多岁的逍遥本就足够恐怖, 可我现在怀疑, 他可能根本不是逍遥, 而是天人, 天人, 谭小宇喃喃自语, 并不是说, 天人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吗, 谭东苦笑一下, 我当初确实认为, 逍遥之后便是绝境, 可现在我明白了, 天人乃至更上的境界并不是没有, 而是自己连知道他们存在的资格都没有, 谭小宇默然, 谭东说的没错, 对于那种层次的存在来说, 自己这些人, 连知道的资格都没有, 爸爸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不过你还年轻, 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我希望, 你能更进一步, 嗯嗯, 谭小宇点头, 再过一个月, 就是四年一次的舞蹈大会了, 到时候我带你去参加, 也好开开眼界, 看一看天下的英雄, 谭东说道, 雀安没有回舞馆, 而是直接回了家, 秦渝在亲自送他回去后, 便立即回到了秦家, 见到了秦园, 现在的秦园, 每天都精力充沛地处理集团的事物, 可自己的孙女一回来, 他立马摒弃了手头所有的工作, 怎么样, 秦渝深吸一口气, 薛先生胜了, 秦渝似是早有预料一样, 点了点头, 打了多久, 秦渝苦笑了下, 一拳败敌, 一拳击毙, 秦渝一愣, 你是说, 秦渝点点头, 就打了两拳, 这位横扫北江舞蹈界的于庆, 便死了, 秦渝也惊了, 他也预测到薛安能胜, 可没想到会胜得这么轻松, 看来自己对薛安的实力预估的还是不够高啊, 秦渝接着说道, 我问过谭师傅, 他对薛安的评价只有两个字, 打两个字, 天人, 这个词语一出, 秦渝豁然站起, 在屋中来回舵步, 过了半晌, 才猛然一拍桌子, 渝人, 这个薛先生, 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拉拢过来, 而且要比以往更加恭敬, 是, 我听说薛先生现在还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区中, 正好咱们在云梦湖边开发的别墅区已经落成, 将天字一号别墅赠给薛先生, 若是有其他人在场, 一定会惊讶于秦渝的阔系, 云梦湖可是北江风景最好的一个湖泊, 而且离这市区不算太远, 龙太集团在那里开发的楼盘, 号称全北江最高端地别墅区, 天字一号别墅的地理位置更是得天独厚, 曾经有富商出道一个亿, 秦渝都没卖, 现在却送给了薛安当礼物, 秦渝也毫不犹豫地点头, 是, 薛先生有两个女儿, 记得多搜集小孩子喜欢吃的零食玩具什么的, 务必要让薛先生满意, 秦渝最后补充道, 秦渝领命而去, 秦渝站在办公室中, 喃喃自语, 天人, 这个世界上, 原来真的有天人吗? 今天唐轩儿休息, 因为记挂两个小姑娘, 所以她买了点菜便急冲冲回到了家中, 等一开门, 才发现薛安正在厨房中忙活, 唐轩儿微微一愣, 而两个小姑娘一见到唐轩儿, 便围了过来, 如果论感情, 薛祥和薛念对唐轩儿的感情才是最深厚的, 轩仁阿姨, 你看我们两个的新衣服漂亮吗? 薛祥十分臭美地问道, 唐轩儿微笑着揉了揉两个小丫头的脑袋, 好漂亮啊, 简直跟两个小仙女一样, 我不是小仙女, 我是念念, 薛念不明白小仙女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道, 相比于姐姐薛祥的爱美, 妹妹薛念除了喜欢吃以外, 还没形成美丑的概念, 这时候薛安系着围裙走出了厨房, 笑着说道, 轩仁, 我今天在回来的路上买了几只大螃蟹, 以会尝尝我的手艺, 唐轩儿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不禁微笑道,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曾经说过, 最讨厌炒菜做饭了, 薛安嘿嘿一笑, 那是因为没有值得我做饭的人啊, 这话很容易引起歧义, 至少唐轩儿脸红了, 但薛安却没注意, 她其实指的是这两个小姑娘, 就到三千年, 薛安在机缘巧合之下, 曾经结识了一位靠厨艺入道的高人, 从他那讨教了很多厨艺上的事, 现在的薛安, 不敢说仙界厨道高手, 但是秒杀凡俗是没问题的, 所以当螃蟹做好端上来后, 香气让唐轩儿忍不住食指大动, 至于薛念, 这时候口水都流出来了, 快吃吧, 看看味道如何, 唐轩儿先给两个孩子弄好螃蟹, 然后才尝了尝, 然后唐轩儿便愣住了, 这味道, 简直无法形容, 好似无数种美味在味蕾上炸开一样, 让唐轩儿瞬间都有些眩晕了, 唐轩儿从未想到, 世界上还能有如此直击灵魂的美食, 好吃吗? 薛安问道, 唐轩儿点点头, 其实你要是没事干的话, 做厨子也可以吃饱饭, 薛安看着这个从高中就是同学的女孩, 唯唯一笑, 对唐轩儿, 她心中是有无限的感激的, 安言被迫离开北江后, 两个女孩基本都是靠唐轩儿养大的, 这个恩情, 薛安一直记在心里, 这也是她愿意亲自下厨给唐轩儿做饭的原因, 否则, 记得当初, 有一位贵为九天先王的大人物, 用尽各种办法, 只为让薛安给她做一顿饭, 薛安都懒得理会, 几个螃蟹很快就吃完了, 唐轩儿意犹未尽地舔了舔手指, 确实太美味了, 所以一时间也顾不得女孩子的矜持了, 薛安这时候拿出一枚丹药, 递给了唐轩儿, 这是什么, 唐轩儿有些疑惑, 这个是巴巴做的, 味道好好吃呢, 轩人阿姨, 你快尝尝吧, 却想说到, 唐轩儿接了过来, 也没在意, 便吃了下去, 瞬间, 好似吞下了一颗炸弹似的, 这丹药进度之后便分散开来, 药力开始从细胞层面上清除毒素, 唐轩儿惊叫一声, 赶紧冲进了厕所, 薛安微微一笑, 这个丹药加入了玄英莲的根, 这种珍稀药材的根部, 乃是药力最强的地方, 只是一般人无法用, 才转而去用药力温和的玄英莲子, 不过薛安在炼丹上可以说是祖宗, 因此很简单的就将玄英莲根的药力炼化了, 这也让这枚培原丹的药力何止增长了十倍, 如果直接吃, 唐轩儿估计也受不了, 但这螃蟹可不是一般的螃蟹, 薛安在烹制的时候, 加入了很多提炼后的药材精华, 一般人随便吃一口, 估计都能包治百病, 没办法, 薛安宠孩子已经到了不惜工本和代价的地步, 只要能让两个小丫头高兴, 天上的月亮也可以摘下来, 有了这个打底, 薛安才敢让唐轩儿吃下这枚进阶板的培原丹, 第五十章天自一号别墅, 过了好半天, 唐轩儿才有些羞涩地走出洗手间, 他的头发上还有水痕, 显然刚刚在里面洗了个澡, 本来唐轩儿就足够美了, 可经过这枚加强板培原丹的洗礼之后, 他的眉只能用惊心动魄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却想和薛念咯咯直乐, 唐轩儿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你们两个小丫头笑什么? 薛仁阿姨, 现在你身上的味道就跟爸爸一样好闻了呢? 薛念笑嘻嘻地说道, 其实他的意思是指唐轩儿现在的身上有一股婴儿般的清香, 这是身体剔透干净到一定程度后的表现, 薛安身上也有这种淡淡的清香, 这也是两个小姑娘最喜欢依偎在爸爸身边的原因, 可唐轩儿却脸一红, 低着头不敢说话了, 薛安对此只是唯唯一笑, 然后说道, 坐下吃吧, 一会凉了就不好吃了, 嗯, 唐轩儿滴滴应了一声, 然后便坐下了, 那副乖巧顺从的样子, 好似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 气氛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唐轩儿滴着的脸也越发的红润, 就在这时, 一阵清脆的门铃声打破了这片寂静, 唐轩儿如释重负, 赶紧起身去开门, 晴鱼走了进来, 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各种玩具和零食, 一见到薛想和薛念便笑道, 两个小公主, 你看我带什么来了, 孩子终归是孩子, 见到这么多新奇的玩具便开心地蹦了起来, 谢谢晴鱼阿姨, 两个小丫头接过玩具后, 便跑到一边玩耍去了, 这时候晴鱼看到客厅的桌子上还摆放着饭菜, 不禁笑道, 感得这么凑巧啊, 做得什么这事, 怎么这么香, 却安微微一笑, 我做了几只螃蟹, 尝尝, 晴鱼本想推辞, 可从一进门, 他就闻到了一股一香, 晴鱼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却从未闻到过这么奇特的香气, 让人闻了便不禁食指大动, 那我尝一口, 晴鱼拿起一个螃蟹腿, 尝了一口后, 眼前便是一亮, 怎么样, 却安淡淡地问道, 晴鱼都来不及说话了, 近乎狼吞虎咽一般, 将这只螃蟹腿整个吃掉, 然后才长出了一口气,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实在, 太好吃了, 唐轩儿也被晴鱼这幅馋样给逗笑了, 将剩下的螃蟹装在碗中, 亲生说道, 秦小姐, 这里还有, 你都吃了吧, 晴鱼脸一红, 弄得自己好像是来蹭饭的一样, 可刚刚那螃蟹的味道简直太香了, 龙太集团旗下就有几个大饭店, 那的厨师全都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厨, 可跟这盘螃蟹比起来, 那些大厨做得简直就是垃圾, 此刻, 薛安在晴鱼的心目中越发得神秘起来, 这个人不但一身功夫高深莫测, 还有这样令人惊艳的厨艺, 秦鱼很怀疑, 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薛安不惠的, 不过秦鱼也没忘记此来的目的, 一边吃着一边说道, 薛先生, 我爷爷见您的住处有些太过逼色, 便特地给您准备了一套别墅, 也算是对您给予我们秦家这么多帮助的谢意了, 别墅, 对, 就在云梦湖边, 一会您要有时间, 我带您过去看看, 云梦湖, 是云梦别院, 唐轩儿惊讶问道, 对, 就是那, 你也听说过云梦别院吗, 秦鱼笑道, 唐轩儿苦笑, 现在北江, 还有谁不知道云梦别院呢, 怎么了, 薛安道, 没事, 只是这个云梦别院现在在北江很火, 号称北江最高端地住宅区, 唐轩儿也是听医院里的其他同事们偶尔提起过几次, 只是这云梦别院可不是单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能住在那的人, 都是非富及贵之人, 可怎么也没想到, 这云梦别院是秦鱼家的, 而且为了讨好薛安, 秦家会直接送了一套出来, 这等大手笔, 让唐轩儿也未知震惊, 去安道无所谓, 但秦鱼的话提醒了他, 现在自己回来了, 唐轩儿就不便住在这里了, 但唐轩儿也没有其他的住处, 所以只能住在医院宿舍里, 终归有各种不便, 而自己两个女儿越来越大, 在这里住着也是有些别扭, 因此薛安点了点头, 好, 那就去看看, 如果不是这么多人看着, 秦鱼真恨不得将最后的盘子底都舔干净, 因为太香太好吃了, 不过好歹他也是豪门千金, 最后的一丝尊严阻止了他那么干, 等下了楼, 秦鱼开着车带着薛安和唐轩儿 还有两个小姑娘前往市郊的云梦别院, 这里离着北江市区并不算太远, 开车十分钟左右便到了, 门前有严密的安保措施, 当秦鱼的车开到这里后, 看守的门卫全都齐齐敬礼, 车缓缓开入别墅区, 虽然是冬天, 可这别墅区中还是有很多精心培植的花朵正在怒放, 环境优雅, 一胡而见, 光这周围的环境, 便足以称得上北江最高端地住宅区, 不过天字一号别墅乃是情缘特别开发的, 自然和这些普通别墅还有不同, 在云梦湖的边上, 有一座小山, 小山不高, 可跟周围的一马平川比起来, 还是显得十分为额高耸, 一着小山修建了一条盘山公路, 天字一号别墅就坐落在山顶, 车直接开到了山顶, 等下了车后, 唐轩儿都有些看傻了, 站在这里, 直接就能看到不远处的云梦湖, 烟波浩渺如在眼前, 而这别墅更是出自大师手笔, 和这周围的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 巴巴, 这房子好大好漂亮啊, 却想和薛念齐齐感叹, 情于不无得意地看向薛安, 想从这位薛先生脸上看出些惊讶来, 可惜, 他失望了, 薛安的神色平静如常, 似乎这座浑然天成巧夺天工的别墅, 只是一座草棚而已, 事实上, 薛安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他看来, 这里的布局勉强算是合理, 周围的风水也不错, 远处的云梦湖的灵气正好可以滋润这里的一草一木, 可, 太简陋了, 作为见过以星辰布阵, 以星系为家这等大场面的仙尊, 这里的布置连葛合格都谈不上, 也就是能住罢了, 第五十一章, 晶晶,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别墅里面自不必说, 一切的设施都是按照最高标准来, 两个小丫头一进来, 注意力就被位于别墅一角的小型游乐园给吸引了, 秦渔心里有些得意, 这个游乐园本来是没有的, 但在准备送给薛安之后, 秦渔立马便派人重新布置了下, 结果果然奏效, 唐轩儿子有些拘谨地看着, 很多东西都不敢去触碰, 薛先生, 这里就是我们送给您的别墅, 这是产权证明, 已经转移到您的名下了, 还有, 这是钥匙, 薛安眉街, 却对一旁的唐轩儿说道, 喜欢吗? 嗯, 喜欢的话,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了, 这话一出口, 唐轩儿的脸藤地就红了, 秦渔则心中一震, 这是要金屋藏胶吗? 不过薛安接着说道, 你总是住在宿舍也不是事, 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 至于我和想想念念, 也会过来, 不过老房子不能舍弃, 老房子对薛安有着特殊的意义, 那是自己跟安岩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唐轩儿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薛安的手机响了, 薛安接通之后, 老谢带着哭声在电话那头说道, 是小安吗? 薛安唯唯一争, 然后说道, 谢淑, 是我, 怎么回事? 金金, 金金放学之后便被人带走了, 到现在电话也打不通, 人也找不到, 你胖姨都哭了半天了, 我实在没办法, 只能找你了。 说到最后, 老谢已经哭出声了, 薛安一挑眉, 谢淑,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去找金金, 金金这个孩子, 再见到你回来后, 就将头发染了回来, 而且再也没去外面胡闹过, 我和你胖姨本来挺高兴, 结果却出了这事。 薛安审声道, 谢淑, 你告诉胖姨, 今晚, 我一定让金金毫发无损地回家。 挂断电话后, 秦渔问道, 怎么了? 需要我帮忙吗? 薛安摇了摇头, 然后对唐轩儿道, 你和想想念念在这待着, 我出去下。 嗯, 薛安走出房间, 闭上了双眼, 神势扩散开来, 开始搜寻。 北疆这么多人口, 去找一个谢金金谈何容易, 可这对薛安来说, 不是什么男士, 因为谢金金乃是罕见的纯阴之体, 这对神势来说, 就好像黑夜之中的一盏明灯般醒目。 很快, 薛安便搜寻到了目标, 他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然后整个人消失在了傍晚的夜色中。 蓝火KTV是北疆时的一座中党KTV, 因为作辣在闹市区, 同时价格不算太贵, 所以生意十分火爆。 薛安站在门前, 看了看这座装修豪华的KTV, 然后迈步走了进来。 先生您好, 请问您几位, 可有预约吗? 有服务生上前招呼, 薛安摇了摇头, 我来找人, 那请问先生您的朋友是哪位呢? 我可以领您过去。 薛安淡淡地扫了这名服务生一眼, 服务生整个人便僵在了原地, 一直到薛安离开了, 他才恢复过来, 同时出了满身的冷汗。 这个男子的眼神, 简直太可怕了, 服务生浑身打了一个机灵, 赶紧跑开了。 薛安依照着神势中邪津津的方位, 直接上到了三楼。 这里算是蓝火KTV的VIP区, 薛安来到了走廊尽头的包厢门前。 这里的隔音做得极好, 站在外面听不到里面的任何响动。 可在薛安的神势中, 谢晶晶就在里面。 他推了推门, 包厢门被反锁了, 这时候有保安过来问道, 你干什么的? 这里面是无少的包场, 没什么事赶紧离开这。 薛安神情淡然, 没有理会证明保安, 而是后退了半步。 你想干嘛, 我告诉你, 这包厢门可是纲目的, 踢坏了自己, 别怪我们没提醒你。 这个保安显然见惯了醉鬼踢门, 所以不无嘲讽地提醒道。 他以为薛安喝多了, 准备用脚踹门, 心想那不是自找苦吃麻。 但话音刚落, 薛安猛然一拳击出, 捧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保安被震的耳朵嗡嗡直响, 然后便看到了他这一辈子最为震撼的一幕。 用纯钢打造的包厢门, 在这个男子的一拳之下, 发出了一声悲鸣, 然后轰然倒地。 烟尘四起之下, 包厢中发出了一阵惊叫, 怎么回事? 妈的, 这他妈谁啊? 在这些怒耻声中, 薛安漫步走进包厢, 一眼便看到了坐在最中间, 双目垂泪的谢晶晶, 不禁淡淡一笑。 晶晶,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这句话让谢晶晶的眼泪夺眶而出, 从放学到现在, 这三个多小时, 谢晶晶播得简直是度秒如年。 自从薛安回来后, 他便决定, 以后自己要好好的, 不可再胡闹了。 所以他染回了头发, 扔掉了那些奇装衣服, 重新穿上了校服。 可他的这些转变, 却惹怒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谢晶晶的同学, 同时也是学校中的风云人物, 叫做吴泽峰。 他家中有些钱, 算是个小富二代, 所以靠着家中的势力, 他在学校里整天不务正业, 就是炮妞打架。 后来他发现了谢晶晶, 这个漂亮女孩让吴泽峰垂涎不已。 可虽然当初的谢晶晶十分地叛逆, 但在女孩子的纯洁上还是十分保守的。 他费尽心机也没得手, 而这次, 谢晶晶突然转了性子, 不管他怎么叫, 谢晶晶都不肯出来了。 于是恼羞成怒之下, 他便半胁迫地将谢晶晶带到了这里。 谢晶晶想跑, 可这个地方的保安十分尽责, 吴泽峰也盯得很紧, 他根本走不开。 而这些陪着喝酒的所谓朋友们, 全都想灌醉谢晶晶。 谢晶晶明白, 如果自己醉了, 那么一切就都完了。 所以他想尽了借口, 尽力拖延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谢晶晶逐渐绝望了。 莫非, 今晚的自己真的要毁在这里吗? 安哥哥, 你在哪呢? 最绝望的时候, 谢晶晶想到了薛安, 可他的心又十分地矛盾, 既希望薛安来, 又不想他来。 因为谢晶晶知道, 吴泽峰在这附近颇有势力, 听说和这篮火的老板也认识。 安哥哥只是个普通人, 怎么和这些人斗? 一直到一声巨响, 房门倒下, 薛安迈步走进来后, 谢晶晶才又惊又喜地哭出声来。 哪个女孩没幻想过有一天, 会有一个盖世英雄架着五彩祥云来救自己呢? 而此刻, 薛安就是他的盖世英雄, 第五十二章 但是, 我不答应, 卧曹, 你他妈谁啊? 坐在主位上的吴泽峰满脸凶狠地说道, 眼见得就要大功告成报的美人归了, 却出了这么一位, 吴泽峰心中自然满是怒火。 还没等薛安说话, 谢晶晶突然站起来, 双目通红地说道, 安哥哥, 你, 你走吧。 谢晶晶深知吴泽峰的厉害, 不但家里颇有势力, 而且听说他跟世离几个大混混都认识, 而薛安又只是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斗得过吴泽峰? 谢晶晶不想因为自己而让薛安身处险境, 实际上, 此刻的谢晶晶心中满是酸楚和感动, 他能来救自己, 这就已经足够了, 谢晶晶不奢求其他的了, 可他的想法, 还是太过单纯, 吴泽峰冷笑了几声, 想走, 这时跟吴泽峰喝酒的这些男生们纷纷站了起来, 手里全拎着桌上的酒瓶子。 不但如此, 蓝火的保安听到响动后也纷纷赶了过来, 吴嫂, 怎么回事, 保安队长问道, 吴泽峰冷声道, 这个小子, 踹坏了我们包厢的门, 含绕了我的兴致。 妈的, 哪来的小子, 这么不开眼, 居然惊扰了吴嫂。 这保安队长一声令下, 这些保安们将门口堵住, 然后团团围住了薛安。 此刻, 吴泽峰坐在沙发上, 英智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他很喜欢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尤其当他看到那些弱者脸上惊恐的表情时, 更是心中畅快。 可这次, 他失算了, 因为他没有从这个男子的脸上看到一丝一毫的惊恐。 有的, 只是嘴角那一抹嘲讽的笑容, 好像, 自己这些人才是弱者一样。 吴泽峰的目光尽朗, 给我废了, 他自还没出口, 谢晶晶已经冲了出来, 然后挡在了薛安前面。 吴泽峰, 你不就是想要我吗? 我给你, 但你要让安哥哥平安地离开这。 谢晶晶颤抖着声音说道, 吴泽峰眼前一亮, 然后玩味地看着谢晶晶。 呵呵, 为了这样一个男人, 你倒是豁出去了啊。 谢晶晶咬牙说道, 这些你不用管, 你的保证他能安全离开这, 否则我就是死, 也不会让你碰一根手指头。 说到最后, 谢晶晶心中满是凄楚, 安哥哥, 可能, 我们只能下辈子再见了, 谢晶晶已经打定了主意, 等将薛安送出去后, 他就找机会自杀。 吴泽峰这时候点了点头, 可以, 我答应你。 但是, 我不答应, 一个淡淡的声音传来, 屋里为之一镜, 然后所有人都看向了说话之人, 正是薛安。 谢晶晶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安哥哥, 我, 薛安轻轻拍了拍这个傻姑娘的肩膀, 微微一笑, 不要说话, 接下来, 看我的。 谢晶晶还想说什么, 可当他看到薛安那如大海般深邃的眼神后, 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此刻, 吴泽峰的神情越发阴沉起来, 冷笑道, 小子, 你挺狂啊,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薛安摇了摇头,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然后薛安顿了顿, 环市场中所有人, 你们一起上吧, 我赶时间。 这话出口, 很多人忍不住直接笑出了声, 吴泽峰更是看傻子似的看着薛安。 窝草, 还真有人不怕死的啊, 给我废了他, 保安和吴泽峰的这些小弟一涌而上, 谢晶晶下的一闭眼, 心里最后一个念头居然是, 能跟安哥哥在一起, 就是死了也值了。 但想象中的痛楚没有出现, 反而想起了一阵如鞭炮般 噼里啪啦的脆响, 谢晶晶迟疑地睁开眼睛, 然后便看到了让他鸣科终生的一幕。 这些气势汹汹冲上来的人, 连薛安的衣角都没碰到, 而薛安, 只是简简单单地挤出了一拳, 可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拳, 却让整个包厢中刮起了一股狂风, 冲在最前面的一个, 被薛安一拳轰飞, 并将身后的人一起撞飞了出去, 一直等贴在了墙壁上, 才一个各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不但如此, 这堵厚重的混凝土墙壁, 被这一拳的威力波及到, 在摇晃了几下之后, 便轰然倒塌了。 烟尘四起, 薛安覆手而立, 神情淡然地环视全场。 没有人敢说话, 一片死急中, 吴泽峰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脑袋一时间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一拳, 就一拳便打出了这样的气势, 这个人, 到底是谁? 现在, 轮到你了。 薛安淡淡地说道, 吴泽峰浑身一颤, 惊恐地说道, 你, 你别过来, 我可是吴家的人, 你不能杀我。 薛安摇了摇头, 我说了, 我没兴趣知道你是谁。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而后一行人走了进来, 领头的是一名身材魁梧面目猙獰的大汉, 一见到这个大汉, 吴泽峰好似看到了救星, 连滚带爬地跑了过去, 熊哥, 救我。 这个人要杀我, 还打伤了咱们KTV的好多人。 大熊哥, 蓝火KTV的大哥, 这个人的出现, 让些津津的心里一沉。 这可是北江市都有名的大哥, 此刻吴泽峰的脸上满是轻松的神情, 然后得意看着薛安。 在他看来, 熊哥一来, 这个家伙肯定完蛋。 可这位大熊哥压根就没看吴泽峰一眼, 好像他是一团空气一样, 静止从他身边走过。 吴泽峰一愣, 然后就见这位大熊哥走到薛安静前, 突然一弯腰, 无比恭敬地说道, 薛先生。 哼, 屋子里的人都震惊了, 吴泽峰更是连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薛安看了大熊一眼, 淡淡地说道, 你认得我。 大熊苦笑一下, 那日在龙皇台, 我作为凡哥的手下, 曾经见过薛先生。 薛安点点头, 原来是杜凡的手下, 杜凡, 又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名字, 可从薛安的嘴里说出来, 却轻描淡写, 好像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大熊却浑身一颤, 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因为那天在龙皇台, 他亲眼所见鲁坤的惨状, 知道这位薛先生乃是神鬼接近的人物, 自己这个所谓的大哥, 跟人家比起来, 连蛤屁都算不上。 此刻大熊心中满是恼怒, 这个吴泽峰, 自己找死就算了, 还连累到我头上。 第五十三章下辈子, 别再这么嚣张了。 那你现在来的目的是什么? 阻拦我, 薛安的声音淡然, 可听在大熊的耳朵里却好像炸雷一样, 吓得他赶紧摇头。 不不, 吓死我也不敢, 我只是听说您来了, 这才赶紧过来听候您吩咐的。 这近乎谄媚的话语, 让些晶晶的眼睛逐渐瞪大, 看薛安的眼神也渐渐复杂起来。 自己的安哥哥,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连这样的大哥, 都得无比恭敬地陪着小心。 至于吴泽峰, 更是面色惨白, 浑身都在战斗。 因为他终于明白, 自己惹到了一个绝对不该招惹的人, 自己刚刚居然还认为人家是弱者, 现在想来, 真是无比的讽刺。 而等薛安的视线看向他的时候, 吴泽峰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磕头如捣蒜一样。 薛先生饶命, 薛先生饶命,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似迷心窍, 我不该对您的朋友下手, 您大人有大量, 饶了我这次吧。 且津津眼神复杂地看着跪在地上 诚惶诚恐的吴泽峰, 曾几何时, 这个人在学校里呼风唤雨高高在上, 此刻却如丧家之犬, 跪在地上祈求饶命。 大雄偷偷看了薛安一眼, 见他神情淡然, 心里便有些发紧, 他怕薛安突然抱起, 再把自己也给算进去。 不过薛安显然懒得搭理他, 只是慢慢走到了吴泽峰跟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吴泽峰浑身都在颤抖, 胯下已热, 一股尿骚未传了出来。 居然是被生生地吓尿了, 其实, 我不想杀你的。 吴泽峰暗暗松了一口气, 心里则满是怨恨地想到, 等我逃过这次, 我一定找机会将你和谢金金都给弄死。 当然, 他的脸上还是一副惊恐至极的神情。 可下一秒, 他的这些打算就全都落空了。 可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该死的人了。 薛安说着, 猛地一脚踩住了吴泽峰的脑袋, 淡淡地说道, 记得下辈子, 别再这么嚣张了。 说吧, 薛安脚下一用力, 扑, 吴泽峰的脑袋被一脚踩碎, 脑僵蹦裂, 鲜血横流, 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泥漫开来。 每个人都静若寒蝉地看着, 大雄算是见过生死的人了, 可看到这一幕, 还是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头皮更是一阵阵发紧。 薛安的危险等级在大雄的心里又高了好几倍。 大雄暗下决心, 日后如果有这位杀神在, 自己就有多远滚多远, 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 事情了结, 薛安神情平静, 拽着一脸呆滞的血晶晶, 对大雄说道, 我走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大雄忙不迭地点头, 薛先生放心, 一切交给我吧。 薛安走了, 这时候大雄才如是重负地长出一口气, 然后才发现自己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 熊哥, 这个死尸怎么办? 有人巧声问道, 大雄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怎么办? 自然是找葛袋子装起来送回吴家了。 可如果吴家的人问起, 大雄冷笑道, 那你就告诉吴家, 杀死吴泽锋的人, 是连凡哥都惹不起的大人物干的, 如果他们想报复, 就去报复好了。 只是不要连累到我。 是, 大雄这时候冲地上吴泽锋的死尸催了一口, 装逼都不看清楚对象, 死了也活该。 出了蓝火KTV, 撂笑的寒风让谢晶晶清醒了很多。 他有些惊惧地看着薛安, 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他恨吴泽锋, 可没想到薛安居然真敢当众杀人, 那毕竟是一条生命啊, 是不是害怕了? 薛安突然问道, 谢晶晶莫然, 薛安一笑, 刚刚那个包厢中暗藏有十几枚摄像头, 如果我今晚不来, 后果你可以想象得到。 谢晶晶心中一紧, 想起曾经在网络上见到过的, 那些被偷录下来的视频。 如果真是那样, 自己这一辈子就算毁了, 薛安抬头看了看天色, 走吧, 我送你回家。 这一路上谢晶晶沉默不语, 等到了家门口的时候, 谢晶晶忽然从背后抱住了薛安。 安哥哥, 对不起, 薛安的神情隐藏在这凄冷的夜色中, 过了片刻, 才微微一笑。 好了, 都过去了, 回去睡一觉, 明天好好地做你的学生。 谢晶晶此刻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薛安身上那股淡然的清香, 让他的心逐渐滚烫。 安哥哥, 其实我已经长大了, 谢晶晶低声道, 薛安默然片刻, 然后用手揉乱了谢晶晶的头发, 心笑道, 不管你长多大, 在我眼里, 你还是那个小孩子。 老谢和胖姨一直坐在屋里瞧手以盼。 当薛安带着谢晶晶回来后, 老谢第一个蹦了起来, 一把抱住了女儿, 眼泪巴达巴达地掉了下来。 这个汉子, 不管平时如何的卫装, 可从骨子里, 他是最疼爱谢晶晶的。 谢晶晶心里有些落寞, 薛安的那句话, 他知道什么意思, 可今天的种种, 谢晶晶都记在心里, 那今天的一小, 还有薛安的那句, 送你回家。 都是谢晶晶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反正我不管, 难道喜欢一个人也有罪吗? 谢晶晶直傲的脾气又上来了, 胖姨这时候拉着薛安的手, 眼泪汪汪地说道, 小安啊, 你让我和你谢晶怎么感谢你啊? 薛安一笑, 胖姨, 谢晶, 晶晶就好像我妹妹一样, 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谈什么谢字, 是是是, 胖姨擦了擦眼泪, 对了, 你们没吃饭呢吧? 老谢, 你快别娘们急急地哭了, 赶紧去炒菜。 老谢擦了擦眼泪, 好了, 薛安本想推辞, 可看老谢和胖姨那开心的模样, 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饭菜很快就准备好, 十分的丰盛, 老谢更是拿出最后一瓶珍藏的老酒, 薛安针满了酒。 薛安知道, 这是两个老人最朴素的感激方法, 便笑着一饮而尽。 谢晶晶在一旁看着, 此刻的薛安, 温文而雅, 而刚刚的他, 如地狱杀神, 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他呢? 第五十四章靶山, 老谢喝醉了, 醉得一塌糊涂, 薛安倒是越喝越清醒, 其实只要他愿意, 喝下一个酒场的酒都不会醉。 当薛安走的时候, 谢晶晶送了出来, 回去吧, 本来低着头的谢晶晶突然抬起头来, 谢谢。 薛安唯唯一争, 然后一笑, 谢什么, 赶紧回去睡觉吧, 明天还得上学呢, 谢晶晶深吸一口气, 无比认真地说道, 我不会放弃的。 说完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后, 谢晶晶转身跑回去了, 去安站在原地, 脸上的神情在夜色中显得有些微妙, 感情这种东西, 果然连仙尊都无法控制, 不过他的心境早就磨练得如磐石一般, 所以只是微微叹了口气, 然后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但这个夜晚, 对某些人来说却不是那么平静, 吴泽峰的尸体被送回吴家后, 他的父亲吴卫东瞬间老了几岁, 然后暴跳如雷, 是谁, 谁干的, 我要杀了他, 给我儿子报仇, 送回尸体的人是大熊的德力手下, 听到吴卫东这话后不禁一阵冷笑, 吴老爷子, 我们熊哥让我给您带句话, 什么话, 您儿子死的也不算冤枉, 因为他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什么意思, 难道我儿子就白死了不成, 吴卫东满腔木火, 白死不白死的和我们没关系, 但熊哥说了, 动手的人, 连凡哥都惹不起, 你自己颠凉吧, 说完这人便走了, 吴卫东的满腔木火犹如被冷水泼过一样, 瞬间凉了下来, 凡哥都惹不起的大人物, 会是谁, 莫非是秦家, 吴卫东是知道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的, 也相信他死得不冤, 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他自然是想着报仇血恨, 但如果对方是连杜凡都惹不起的人, 那就得好好思量思量了, 这时候吴卫东的母亲也闻讯感到, 一见到自己宝贝儿子的尸体, 不禁嚎啕大哭, 然后一蹦三尺高, 一脸怨毒地吼道, 谁干的, 我要把他千刀万刮挫骨扬灰, 吴卫东面色铁青, 一耳光就散了过去, 你敢打我, 这个满脸横肉的女人不敢置信地看着吴卫东, 吴卫东冷笑道, 打的就是你, 则封变成现在这样, 一大半都是你的功劳, 报复, 你倒是去啊, 这个女人瞬间捏了, 平时他欺负欺负一般人可以, 可现在吴卫东的表现, 明显是在说, 对方可能是自己根本惹不起的存在, 他只能低头不语, 吴卫东愣了片刻, 然后颓然地说道, 先装恋起来吧, 报仇的是, 以后慢慢再说, 毕竟, 儿子死了可以再生, 但如果家族因为此事而毁于一旦, 那就全完了, 薛安回到了别墅, 此刻已经是深夜十分了, 客厅的灯还亮着, 唐轩儿还没睡, 正坐在沙发上等着薛安, 见薛安回来了, 他站起身来, 吃饭了吗? 薛安点点头, 都睡了, 刚睡着, 嗯, 那你也去睡吧, 唐轩儿没走, 还有事吗? 薛安问道, 嗯, 明天我们医院要组织一次游玩, 我答应想想和念念带他们去了, 你, 你去吗? 薛安本想不去, 可看到唐轩儿那期待的神情, 便不禁一笑, 好啊, 反正现在也没事, 就当带着两个小丫头去散心了, 唐轩儿很开心, 嗯嗯, 唐轩儿回屋睡觉了, 薛安坐在客厅沙发上, 透过落地窗, 可以看到远处的云梦湖, 虽然夜色如墨, 但对薛安来说, 依然能一览无遗, 此刻虽然已经入春, 天气还是很寒冷, 但云梦湖居然没有丝毫风动的迹象, 薛安知道, 这全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后的风水导致, 这云梦湖就如同一座天然形成的大站, 而天自一号别墅所在的小山便是阵眼所在, 不过这里的风水虽然极佳, 但在薛安的眼中, 还是有缺陷的, 比如这座小山的格局太小了, 根本压不住这座云梦湖的气势, 布置这座别墅的人可能也看出了这点, 尽可能地做了弥补, 但都只是些小道罢了, 毕竟总不可能让一座山凭空拔高吧, 可其他人不能, 不代表薛安不能, 薛安走出了别墅, 站于山巅之上, 风吹得他衣袖烈烈作响, 天空之上有阴云密布, 似有春雨将至, 薛安莫立片刻, 而后猛地移送, 这移送便飞入了半空之中, 然后薛安站立于云端, 右手下岸, 沉声喝道, 天地听令, 起, 从地底传出一阵阵轰隆隆的梦想, 这座小山便如被人强行拔高了一般, 开始缓缓升起, 薛安的面色也有些凝重, 现如今他的实力只能勉强做到这一点, 若是以前, 随手一指, 便能让平地生出大山, 让沧海变成桑田, 通隆隆, 春雷从天际碾过, 风雨交加之中, 这座小山被薛安隐声声提升了一百多米, 本来不算高大的小山, 终于有了歇山的模样, 薛安回落于山巅, 略感疲惫, 不过这还不够, 薛安一直远处的云梦湖, 淡淡地喝了一声, 万水归宗, 随着一声令下, 本来平静的湖面突然出现了一片巨浪, 而后这巨浪冲着薛安一个跪拜, 本来压伏不住的水气便突然温顺起来, 这种水气乃是云梦湖多年来积攒的灵气, 此刻蜂拥而至, 整座山被这水气滋养起来, 转瞬之间, 整座山上本来枯萎的花草重新变得清脆起来, 而核心的别墅所在, 更是被浓郁的水气笼罩起来, 薛安索性又加上了些简单的护山阵法, 让这座别墅真正成为了洞天府地, 此刻, 一层薄薄的白色雾气笼罩了整个山顶, 这都是精纯的水源精华, 即便是凡人, 居住其中都能延年益寿, 忙完这一切, 薛安有些疲惫地回到房中, 看着两个睡熟的女儿, 忍不住一人亲了一口, 若说修道者本应逆天而行, 断去凡俗情欲, 可不管是上一世, 还是这一世, 薛安都不会放下自己所爱之人, 成仙也好, 成为先尊也罢, 都曾为人, 既然是人, 就不要装着自己不是人, 这便是薛安的, 成仙之道, 第五十五章出游, 唐轩儿工作的地方乃是北江市最大的医院, 今天是三月八号, 俗称女生节, 医院特意安排了这次旅游, 算是给众多员工的福利, 当唐轩儿到了医院的时候, 其他人基本已经到齐了, 轩人, 节日快乐, 一鸣戴着金丝眼镜, 相貌帅气的男医生凑过来笑道, 唐轩儿点点头, 谢谢, 轩人, 又是你一个人啊, 一会坐我的车吧, 我刚买了一辆新宝马, 男医生十分殷勤地说道, 唐轩儿却摇了摇头, 不用了, 今天我朋友过来, 男医生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叫林欢, 乃是海外归来的医学博士, 进入这家医院, 第一次见到唐轩儿后, 他就被唐轩儿的精湿容颜所吸引, 然后开始了狂热的追求, 不过唐轩儿对他永远不冷不热, 这让林欢有些挫败, 要知道他家在北疆也算上流了, 家上长得也帅气, 所以从小他的身边就不缺女人, 可从没有一个像唐轩儿这样, 深深吸引着他的, 但不管林欢怎么试图接近, 唐轩儿都不为之所动, 朋友, 什么朋友, 男的还是女的, 林欢心里想着, 眼神不禁有些阴沉, 而此刻, 在不远处, 几个女护士凑到一起, 看着对唐轩儿大献殷勤的林欢, 不禁有些嫉妒, 这个唐轩儿有什么好, 不就是长得漂亮点麻, 居然让林医生这么神魂颠倒, 一个鼻子上长着几个雀斑的女生恨恨道, 这个女生叫罗静, 一直暗恋林欢, 可林欢对他根本就不来电, 所以他就将一枪怒火拳对准了唐轩儿, 平时找到机会便对唐轩儿冷嘲热讽, 这次也不例外, 他这几个同事都是他的闺蜜, 自然帮着他说话, 不禁纷纷点头, 看那装纯的样子, 我看了就气不打一处来, 听说他为了朋友的孩子一直不肯找男朋友, 我呸, 说是朋友的孩子, 没准就是他的, 这些恶毒的话语飘到了唐轩儿的耳朵里, 唐轩儿却没有什么表情, 这些年来的风言风语, 他都有些习惯了, 有时候女人长得太漂亮了就是一种罪, 尽管他已经对所有的男生都保持了足够的距离, 还是抵挡不住这些饱含嫉妒的重伤,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有车的开车, 没车的坐医院安排的班车, 咱们这次的目的地是云问湖, 一个负责人说道, 云问湖, 唐轩儿唯唯一争, 然后有些啼笑皆非, 自己刚刚从那里赶了过来, 结果一会还得回去麻,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 毕竟只有一天的时间, 不可能去太远的地方旅游, 很多人都是自己开车来的, 然后带着相熟的人一起去, 这时候林欢又凑了过来, 轩人, 你看你朋友现在还没来, 估计来不了了吧, 要不坐我车吧, 咱们一起去, 唐轩儿摇了摇头, 她说来, 就一定会来的, 又碰了一鼻子灰, 林欢的脸上不禁有些挂不住了, 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是好, 这个女人怎么就这么不是抬举, 那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朋友到底什么来头, 林欢心里盘算着, 就在这时, 薛祥和薛念蹦蹦跳跳的进来了, 这两个小姑娘今天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 竖着一样的辫子, 可爱的让人忍不住都想抱住咬上一口, 轩人阿姨, 两个小丫头奶生奶气地喊道, 唐轩儿宠溺地摸了摸两个小姑娘的头, 吃早饭了吗, 吃了, 巴巴奥德州, 可香了, 薛念啥时候都忘不了吃, 这个时候林欢面色有些难看, 她听说了一些关于唐轩儿的传言,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她真的抚养了两个小姑娘, 这两个小姑娘和她到底什么关系, 正在疑惑的时候, 薛安走了进来, 她的出现, 让在场很多人的目光都变得异样起来, 尤其罗靖等人, 更是一脸的兴奋, 看到没, 这个男的没准就是唐轩儿的小情人阿, 看着挺年轻阿, 年轻有葛屁用, 你看穿的那衣服, 罗靖可是极为擅长从衣着上看一个人的身家地位的, 当他看到薛安穿着一身不过几百块钱的休闲装后, 脸上不禁有些不屑, 就找了葛这样的男人阿, 唐轩儿这眼光也不怎么样阿, 罗靖心里不无快意地想着, 林欢更是满是敌意地盯着薛安, 心中也在评头论足, 论长相, 可可, 不分伯仲, 但穿着可是差得太多, 越是比较, 林欢的神情就越是巨傲, 这时负责人过来问唐轩儿, 轩人, 你怎么办? 坐班车马, 唐轩儿看向薛安, 薛安微微一笑, 我带着他们两个打车过来的, 这下罗靖等人更是一脸的轻蔑, 这事连车都没有阿, 林欢这时候觉得自己出场的时机到了, 便走过来笑道, 轩人, 还是坐我的车吧, 唐轩儿摇了摇头, 我朋友, 林欢打断了唐轩儿的话, 不无挑衅地看了薛安一眼, 没事, 我买的X5, 连你这个朋友拉着也没问题, 唐轩儿觉得不妥, 薛安却淡淡地说道, 好啊, 我还没坐过X5呢, 林欢心中冷笑, 看来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 一会看我怎么收拾你, 林欢开过车来, 十分殷勤地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轩人, 坐这, 唐轩儿摇了摇头, 我还是坐后面吧, 住着领着薛响和薛念坐到了后排, 林欢正在暗自咬牙, 薛安却自顾自地上了副驾驶, 淡淡地说道, 开车, 林欢瞬间有些恼火, 这是拿自己当开车的了, 可又不便发作, 只好憋着火器开车上路, 在路上的时候, 他一直观察着薛安, 见他上车后, 一直坐在那, 神情平静, 心里有些不屑已故, 看那样子, 连隔车都没有, 装什么算, 等一会到了云梦湖, 我就让你好看, 因为昨晚下了一场雨, 所以今天的云梦湖 更显得风景如画, 众人下了车, 女生们开始兴奋地去远处拍照, 男生们则大部分站在湖边看风景, 这时候林欢故意问道, 这位朋友, 敢问你在哪里高救啊? 第五十六章八八, 什么是穷光蛋啊? 高救, 薛安唯唯一笑, 我没工作, 不, 林欢意味深长地拉着长音, 心里越发地不屑, 原来是个在家混日子的主啊, 那平时在家干什么啊? 就是陪陪孩子, 做做饭, 看看风景什么的, 却安淡淡地说道, 林欢和周围的同事交换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 看来, 这个家伙就是个什么都不是的混混啊, 然后林欢有意无意地看了看表, 林医生, 您这块表不便宜吧? 林欢的一个同事问道, 还行吧, 二十来万而已, 今天出来的匆忙, 就带了这么一块普通的表, 林欢淡淡地说道, 罗静这时候一脸花痴地凑了过来, 林医生, 听说你家在云梦别院给你买房子了, 林欢一脸傲然地点了点头, 嗯, 前两天刚买的, 花了几千万吧, 这一下周围的人都有些骚动, 听说这云梦别院的房子, 不是光有钱就能买到的啊, 林欢唯唯一笑, 那是自然, 这可是我父亲费了好大的力气, 最后花了很多钱请托关系, 才找了秦家的一个朋友买到的, 秦家, 林欢说到这个称呼的时候, 脸上的神情都变得恭敬起来, 至于其他人, 更是一脸的羡慕和震惊, 那可是秦家啊, 很多人只能仰望的豪门, 林欢家居然能和秦家搭上关系, 显然也不是一般家庭啊, 正好这次咱们来了云梦湖, 一会我就带大家去我那看看, 林欢朗声道, 好, 罗静第一个欢呼起来, 他现在看林欢的眼神, 炽热得恨不得能喷出火来, 林欢却没理会罗静, 而是问唐轩儿, 轩人, 一会去我的别墅, 我那有一瓶法国朋友送的红酒, 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到时候你尝尝, 唐轩儿没有说话, 依然看向薛安, 薛安淡淡一笑, 好啊, 反正也是无聊, 那就去尝尝林医生的红酒吧, 林欢心终越发的愤恨, 看薛安的眼神也越来越阴沉, 这个家伙, 太不适去了吧, 得想个法子, 让他知难而退, 如唐轩儿这样的美女, 只能自己这样的人才配拥有, 林欢暗暗想到, 罗静此时也十分的不爽, 满脸记恨地盯着唐轩儿, 恨不得现在就吃了他, 就这样, 在湖边玩了会, 等快到中午的时候, 众人又纷纷开上车直奔云梦别院而来, 这里的安保确实严密, 虽然林欢拿出了钥匙证明自己是业主, 依然被一辆车一辆车的查了一遍, 而等来到薛安这边后, 罗静故意躲到一边, 准备看唐轩儿等人的笑话, 可等薛安降下玻璃, 这保安看到是薛安等人后, 先是一愣, 然后立马一个标准的例证, 见过薛, 薛安摆了摆手, 这保安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罗静有些不解, 怎么回事, 怎么这个保安会这般动作, 莫非, 这个薛安认识这名保安, 一定是这样, 没准两人还是同事呢, 罗静心里觉得这个理由无懈可及, 等开进云梦别院后, 很多人都发出一阵阵惊呼, 天哪, 好漂亮啊, 现在这个季节居然都开着花泥, 这都是原意大师精心培植的, 自然不怕严寒啊, 而等众人来到林欢买的别墅前后, 很多人更是一脸的惊叹, 林欢一脸骄傲地说道, 这就是我的家了, 大家进来吧, 这别墅处在云梦别院的边缘地带, 位置不算太好, 可周围的环境和设施已经很不错了, 等进到里面后, 很多人都眼花缭乱了, 这些装修的材料, 可都是从欧洲直接运过来的, 光装修就花了一千多万, 林欢得意地介绍着, 并试图从薛安的脸上看出一丝惊讶来, 可从始至终, 薛安都是一脸的淡然, 这让林欢充满了挫败感, 这个土包子该不会吓傻了吧, 林欢心里想着, 午饭时间到了, 林欢早有准备, 特意买了很多的高档食材, 还请了几个厨师忙碌了半天, 最后盛上了一桌精美的饭菜, 轩人, 来, 尝尝这个, 这都是从欧洲运来的牛排, 林欢殷勤地介绍着, 唐轩儿浅尝折指, 然后微微皱了皱眉, 自从吃过薛安做的饭后, 在吃任何的真羞美味, 都觉得胃同较辣, 这时候罗静终于忍不住冷笑道, 装什么公主啊, 平时你都不一定见过这种东西吧, 毕竟跟了个穷光蛋, 这话说得十分赤裸裸, 很多人都为之色变, 唐轩儿更是一脸怒火, 只有薛安, 神情平静, 而这时薛想突然说道, 巴巴, 什么是穷光蛋啊, 这句问话, 让很多人眼嘴而笑, 尤其罗静和林欢, 更是心中畅快, 嘴角都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笑意, 自己的女儿都这么问了, 看你怎么回答, 薛安哑然失笑, 心摸了摸薛想的小脑袋, 然后指了指面前的桌椅摆设, 淡淡地说道, 这就叫穷光蛋, 这句话犹如石破天惊, 真的很多人都愣住了, 罗静第一个反应过来, 一脸讥讽地笑道, 呦, 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林欢更是面色铁青, 冷笑道, 你什么意思, 薛安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刚刚我可能没说清楚, 林欢的神情稍有缓和, 以为薛安要道歉了, 可谁想到薛安接着说道, 你这里还算不上穷光蛋, 毕竟, 穷光蛋是有自知之明的, 而你连自知之明都没有, 这句话让林欢差点气出了脑溢血, 罗静冷笑道, 要这么说来, 这位先生家里一定比这个更豪华更值钱哦, 其实薛安并没有故意嘲讽林欢, 因为在他的眼中, 不光这里是穷光蛋, 就是整个北疆, 乃至整个地球, 就没有地方不穷的, 在那些资源丰富的星球, 在那些占据绝大多数资源的大门派之中, 人们过的日子, 是地球人无法想象的, 不过相比起来的话, 这栋别墅确实连天自一号的一个厕所都比不上, 却想这时候抢仙道, 反正我家里要比这里还要大好多好多呢, 大就是值钱嘛, 这可是云梦别怨, 罗静讥讽道, 林欢也冷笑道, 那既然这样, 不如让我们去薛先生家看看, 什么才不叫穷光蛋, 本来林欢以为薛安不敢答应, 可没想到薛安点了点头, 也好, 怎么去, 坐车嘛, 太远我可不去, 万一要是在山都里, 那岂不是很脏很危险, 罗静说道, 薛安摇了摇头, 不用坐车, 走路就能到, 第57章跪着下山, 走路就能到, 林欢等人面面相去, 这里地处是郊, 最近的村镇也在四五里地之外, 莫非, 林欢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 但玄机又被自己否定了, 怎么可能, 绝对是自己想多了, 能在云梦别院买房的, 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自己根本就没见过他, 所以他绝不是住在云梦别院中, 心里想着, 林欢的神情越发轻松, 那好, 那咱们就去看看这位薛先生的家是什么所在吧, 薛安没理会他, 自顾自地出了门, 众人在后跟随, 走了一段路后, 薛安一拐, 便直奔那座小山而去, 林欢越走面色越是古怪, 看薛安的神情也越发的不屑, 如果说其他的房子他还不知道主人是谁, 可这栋坐落在小山顶端的天字一号, 他简直太清楚了, 这可是整座云梦别院独一无二的山间别墅, 地理位置独一无二, 听说曾有中兜的富豪出到了天价, 但秦家就是不卖, 听说是秦老爷子准备留着自己住的, 而这个男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秦家的人, 那显然只有一个可能了, 那就是用这个来胡弄不懂的人, 可惜, 你遇到了我, 林欢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看我一会怎么拆穿你, 来到山顶之后, 天字一号别墅的宏伟和气派震撼了所有人, 包括林欢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别墅, 跟这个比起来, 自己那栋别墅只能算得上勉强能住罢了, 这就是我们和爸爸住的地方, 却想十分骄傲地说道, 很多人看薛安的眼神开始变了, 莫非他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富二代, 但就在这时候, 林欢上前一步, 冷笑道, 诸位, 如果说其他的别墅, 我还没有发言权, 可这栋天字一号别墅, 整个云梦别院的人都知道, 这是秦家老爷子留着自己住的地方, 总不可能这位薛先生就是秦老爷子吧, 这席话一出, 很多人全都恍然大悟, 然后全都满脸的鄙夷和不屑, 而此刻林欢看向薛安, 一脸得意地说道, 现在让我猜一猜, 薛先生在这里干什么的, 徒子, 还是司机, 薛安淡然一笑, 你觉得呢? 林欢冷笑道, 再怎么说, 这栋别墅也不可能是你的, 李狐说, 这就是秦宇阿姨送给我爸爸的, 却想一脸委屈地说道, 秦宇, 秦家大小姐, 就你爸爸还能认识秦家大小姐, 小姑娘, 说谎可不是好孩子哦, 林欢笑道, 他认为自己赢定了, 这个性虚的明显是想着装逼, 可惜最后碰到了自己, 这下看你在唐轩儿面前还如何立足, 可就在林欢的一洋洋之时, 一个沉稳而充满威严的声音从众人的背后传来, 缺先生, 这里可还住的习惯吗? 众人转头看去, 就见从山下走上来一位中年男子, 这男子面向端庄, 身态沉稳, 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来的人是秦源, 缺安微微点头, 还行吧, 就是这座山有些太矮了, 我给拔高了一百多米, 秦源上山的时候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平时没有这么高啊, 现在一听薛安这么说, 不禁满脸惊恶, 头一次听说山还能拔高的, 不过薛安此刻在秦源的心中就跟神仙没两样了, 所以也只是一惊而已, 不过灵欢可不认识秦源, 见来了个男人, 跟薛安一唱一喝的, 不禁冷笑道, 又喝, 戏演得挺真啊, 还带搭档的, 秦源一皱眉, 看了看这个灵欢, 你是谁, 灵欢一脸傲然地说道, 我就是云梦别院的业主, 这个家伙说什么这天字一号别墅是他的, 结果被我识破了, 识破了, 秦源看了看神情淡然的薛安, 然后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不禁说道, 那你说这天字一号别墅是谁的, 呵呵, 谁不知道这天字一号别墅乃是秦老爷子留下来自住的, 他居然用这个来行骗, 真是笑掉人的大牙, 罗静等人进阶哄笑起来, 在这些笑声中, 秦源冷声道, 没错, 这天字一号别墅本来是我留着自住的, 可现在我已经赠予了薛先生, 这个有问题吗? 全场一片寂静, 而后灵欢冷笑起来, 你赠给了他, 笑话, 你算什么东西, 那你又算什么东西, 一个清冷中饱含着怒气的声音传来, 秦瑜自山下走了上来, 笑厉的脸上满是怒火, 灵欢不认得秦源, 可他认得秦瑜, 一见到是他, 整个人便愣住了, 秦瑜先走到了镜前, 恭恭敬敬地说道, 见过薛先生, 薛安不知可否地点点头, 然后秦瑜对秦源喊道, 爷呀, 爷呀, 能被秦瑜这么叫的, 全天下也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龙太集团的董事长, 秦家的家主, 秦源, 灵欢就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个看上去普通而平凡的男人, 为什么会被秦家尊称为薛先生, 而一直瞧不起薛安, 并以此笑话唐轩而眉眼光的罗静, 更是嫉妒的眼睛都发蓝了, 能让秦家都如此恭恭敬敬, 这个男子显然地位极高, 跟他比起来, 灵欢算个屁啊, 可这还没完, 今天的天字一号别墅分外的热闹, 只见山间小路上又走上了一老一勺两个人, 老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年轻的则是一名婷婷玉丽的女子, 等走到镜前之后, 灵欢罗静这些人都傻了, 来的居然是华行语和华婷婷这爷孙二人, 在北疆的医学界, 人家算是宗师级的人物, 这爷孙二人竟只从这群人身边走过, 好似他们都是一团空气一样, 而后华行语冲薛安一拱手, 神态恭敬得像是个学生一样, 见过薛先生, 全场一PS级, 包括刚刚疯狂嘲笑薛安的人, 此刻都觉得好像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一样, 灵欢更是打了个冷战,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从始至终, 薛安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原来, 那是在嘲弄自己的无知啊, 而这时, 秦渝转头看向灵欢, 冷冷道, 你刚刚说谁来着, 声音中的寒冷让灵欢一哆嗦, 赶紧结结巴巴地说道, 行, 秦小姐, 我实在不知道这位就是老爷子是秦, 秦渝上前一步, 冷声贺问, 这别墅本就是我们秦家无条件赠予薛先生的, 你又算什么东西, 轮得到你来质问, 灵欢被问得张口结舌, 只能那那地说道, 我, 我错了, 秦渝柳眉倒数, 还想说什么, 薛安却摆了摆手, 算了, 灵欢和罗静等人如闻天籁, 看来这个家伙还是挺好说话的麻, 灵欢心里暗自庆幸, 既然都知道错了, 那还费什么话, 让他们跪着下山吧, 薛安淡淡地说道, 第五十八章大自在, 跪着下山, 灵欢和罗静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这座山虽然不是太高, 但要是跪着下山, 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做到的, 薛安说完这句话, 便领着薛想薛念转身进屋了, 唐轩儿深深看了一眼这群所谓的同事, 转身刚要离开, 轩人, 求求您给薛先生求葛琴, 这要是真跪着下山, 我可怎么办啊, 罗静居然还好意思找唐轩儿求情, 是啊, 轩人, 好歹咱们都是同事, 何必闹得这么僵呢, 很多人连声附和, 唐轩儿轻力脱俗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厌恶, 闹得这么僵, 那我问你, 一见面就对我跟薛先生冷嘲热讽的, 是谁? 众人哑口无言, 唐轩儿又上前一步, 盯着罗静和林欢道, 口口声声说薛先生是穷光蛋的, 又是谁? 罗静和林欢都慌了, 尤其是罗静, 他之所以敢这么嚣张, 一再地针对唐轩儿, 就是因为吃准了这个女孩脾气温柔, 他认为不管自己怎么样, 唐轩儿都不会报复的, 可现在他知道, 自己错了, 错得很离谱, 唐轩儿转身也走了, 秦渔冲着林欢淡淡地说道, 我记得你好像是姓林对吗? 林梦别愿不欢迎你了, 秦渔扔下这句话, 也走了, 林欢颓然地瘫软在地, 他知道, 自己完了, 不是因为那套房子, 而是因为秦渔的态度, 自己家在北疆虽然算是不错了, 但跟龙泰集团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现在自己饿了秦渔, 那就意味着, 林家在北疆的所有生意, 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都怪他, 林欢的心中突然生腾起无名之火, 将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了薛安身上, 既然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一开始不显露出来, 害得自己最后成了这副模样, 对, 都怪他, 林欢心里想着, 脸上浮现出无比怨毒的神情, 还让我们跪着下山, 真是笑话, 我凭什么跪着, 林欢想着, 转身往山下走, 可走出没两步, 就觉得一股距离压在了肩头, 扑通一下, 他就跪在了地上, 不管如何挣扎, 都不能站起身来, 不但是他, 罗静以及刚刚几个嘲讽的最为厉害的人, 都觉得一股距离袭来, 然后跪在地上无法动弹了, 其他人全都面面相续, 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了惊恐, 这是什么手段, 最终, 林欢和罗静等人, 真的是一步一步跪爬下山的, 而此刻, 在屋中的薛安, 正静静地听华行语讲述一件事, 就见华行语神情凝重, 薛先生, 我在海外的一个朋友上午给我传来了一条消息, 是关于您, 哦, 什么消息, 芷天老人与林已经出山, 准备不日回国, 然后参加四年一度的舞蹈大会, 芷天老人, 秦源浑身一震, 然后脸上现出骇然的神色来, 秦宇有些不解地问道, 爷爷, 芷天老人是谁啊? 秦源面色凝重, 那是三十年前纵横四海未逢过对手的爵士高手, 只是后来便销声匿迹了, 听说已经死了, 没想到还活着, 华行语苦笑道, 非但活着, 而且活得还很好, 还叫出了两个徒弟, 一个叫刘寿, 一个叫于庆, 这两个名字让屋子里为之一境, 只有薛安不畏所动, 面色淡然地坐在那, 似乎讲述的这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华行语接着说道, 这次雨林出山, 就是为自己两个徒弟之死, 他已经放出话去, 要在这次的五道大会上会议会杀了他徒儿的人, 那又如何, 却黯淡淡地说道, 华行语顿了顿, 然后说道, 薛先生, 您虽然身具不是之功, 可这位雨林也不是一般人, 三十年前我曾见过他一次, 那时候的他就已经踏入了逍遥, 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 很多人传言, 他已经一只脚迈入了天人之境, 天人, 这个称呼本身就带着牟利, 虽然都说一路逍遥变为先, 但只有进入天人, 才算真的进入了不可知的境界, 从古至今, 能踏入逍遥者如天上繁星, 可能进入天人静者寥寥, 这就说明, 能迈出这一步, 很难, 屋里的众人都被华行语的描述所振折, 气氛变得有些凝重, 而就在这时, 一个乃声乃气的声音传来, 巴巴, 什么是天人啊, 能吃吗, 不用看就知道, 这次发问的是薛念, 薛安哑然失笑, 天人啊, 天人就是, 用来让我一拳打爆的, 这句话让华行语都惊住了, 然后薛安环视全场, 看到了秦源等人脸上的忧虑, 不禁淡淡一笑, 既然他要来会会我, 那正好, 我也想见事件是一大把年纪才一只脚踏入天人的所谓高手, 到底有多高, 说这话时, 薛安语气中蕴含着无比强大的自信, 让一旁的华婷婷不禁有些目眩神谣, 华行语却有些忧虑, 他总认为, 虽然薛安的舞蹈修为深不可测, 可跟成名已久的指天老人这样的存在, 还是有些差距的, 对了, 这次的舞蹈大会, 在哪里举办? 薛安问道, 华行语和秦源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异口同声地说道, 青芒, 薛安一挑眉, 青芒, 嗯, 这舞蹈大会本来就是不固定的, 今年轮到北疆后, 因为市区总归有诸多不便, 所以便放到了青芒镇那, 而且那里算是个旅游景点, 可以带动更大的名气, 华行语说道, 薛安点点头, 那好, 到时候便过去看看吧, 而在此刻, 位于美国唐人街上一栋骨香骨色的房子中, 雨林正在喝着茶, 老鱼头, 真没想到你还能出山, 坐在对面的是个胡子花白的老者, 再不出山, 我的徒弟就被杀绝了, 雨林冷声道, 老者一争, 然后叹了口气, 我都听说了, 于庆那小伙子死得是可惜了, 于家知道了吗? 雨林摇了摇头, 暂时还不清楚, 等我手认了凶手, 便去领南见于家的人, 老者点点头, 需要会中帮忙吗? 雨林摇了摇头, 老于头啊, 现如今这个时代日新月异, 你也得当心啊。 雨林傲然一笑, 手突然一指, 离着他们足有十几米远的一堵钢筋混凝土墙壁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孔洞, 无声无席间出现的, 就好像一开始就存在的一样。 老者瞪圆了双眼, 激动地说道, 你终于踏出了那一步。 雨林点了点头, 老者叹了口气, 真羡慕你啊, 当初我若随你入山, 没准现在也能的大自在。 天人便有三百年寿命, 所以也被世俗称之为大自在。 第五十九章五道论坛, 五道论坛乃是华夏五道界最为权威也最知名的一个网络论坛。 很多修武之人都会在上面交流心得, 甚至偶尔的, 还会有真人乃至逍遥的高手来论坛上面指点迷惊。 不过更多的时候, 这个论坛里最多的还是这类问题。 我明天去华山旅游, 在悬崖上蹦下去后, 会不会得到武功秘籍? 在线等, 挺急的, 一楼, 沙发, 二楼, 我觉得可以, 不过听说这些高人们都脾气古怪, 所以你跳之前最好脱光衣服, 这样成功几率大些。 三楼, 要是发问的人是个女的呢? 四楼, 那就求视频, 五楼, 同球, 这些逗笔问题, 也让很多人没事就来舞蹈论坛上闲逛。 今天, 李强习惯性地打开舞蹈论坛, 准备水仪会。 可今天的舞蹈论坛似乎有些异样, 在最顶端赫然是一个加金加亮的帖子。 四年一度的舞蹈大会即将召开, 天交榜将要重新洗牌。 点, 点进去后, 李念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 二楼, 这次不抢沙发, 天交榜上的师傅们, 谁能可怜可怜我, 将我收走吧。 三楼, 我呸, 楼上真是厚颜无耻, 但我想说, 带我一个。 四楼, 吃得少会暖床, 球带。 李强不禁一笑, 他知道, 四年一度的舞蹈大会, 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重新排列天交榜的排名。 天交榜, 乃是天下舞蹈界公认的一个榜单, 上面有一百人, 这一百人无意不是舞者中的佼佼者。 这次, 不知道又要出现多少新的高手, 又会有多少老人被无情淘汰。 李强正在感叹, 突然, 一个帖子以火箭般的速度窜上了头条。 失踪三十年的指天老人重新出山, 舞蹈大会之上要首刃杀徒之人。 点, 指天老人, 这是谁? 李强疑惑地点进去, 然后发现很多人都很疑惑。 不过很快, 就有版主回复了, 版主, 指天老人乃是三十年前的顶尖高手, 当时便是逍遥境的高手, 曾经位列天交榜第三, 后来失踪了, 三十年未见踪跡, 却不想这次出山了。 同时有人回复道, 刚刚得到消息, 指天老人的徒弟叫做于庆。 这个消息让众多网友为之震惊, 于庆, 位列天交榜上第四十二名, 这个名次虽然不高, 可只要能入天交榜, 就不是一般人。 到底是谁, 居然能杀了于庆, 并且惹得久已不出江湖的影视高手重新出山。 与此同时, 还不停地有老一辈的舞者开始科普这位指天老人的厉害。 渐渐地, 很多网友开始一边倒的倾向于指天老人, 甚至还有人开始嘲讽这位杀了于庆却不敢露头之人。 没准是用什么卑劣的招数获胜的吧, 没准是, 要不就是用枪, 我也觉得不对劲, 不然能杀得了这样高手的人, 为什么一直声名不鲜? 这些猜测让形势越发地对薛安不利, 可有一个人却看到了, 并且义愤填膺地站出来, 开始替薛安说话。 这个人, 正是谭东的女儿, 谭小宇, 她看到那些重伤薛安的话后, 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对于薛安, 现在的她是极为服气的, 所以忍不住开始敲击键盘回复道, 我是杀于庆之人的朋友,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位高手只用了一拳便将于庆击杀。 这一下算是捅了马蜂窝, 很多人开始冷嘲热讽, 一拳, 楼上的帕不是在做梦, 就是, 排名42的高手, 有人能一拳击杀。 呵呵, 又一个不吹牛会死的, 谭小语气的脸都红了, 又敲击道, 不幸。 那好, 我们打格赌, 这次的舞蹈大会, 我赌我的朋友赢, 输了的话, 我, 我裸奔。 网友的回复瞬间暴涨, 天, 刚看了看, 居然是位小姐姐。 同看了, 头像虽然模糊, 但绝对有八分以上。 瞬间对这次的舞蹈大会更期待了呢, 立贴为正, 火前流明, 网络上因为这次的舞蹈大会掀起了滔天巨浪, 但这些风波, 薛安压根就不知道, 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带着两个女儿去湖边钓鱼, 然后回来花样翻新地做鱼吃。 今天, 他坐在湖边, 两个女儿正心智勃勃地在旁边挖沙子。 不过这种难得的安逸, 很快就被打破了。 谭小语神情凝重地走了过来, 他是问了秦鱼后才知道薛安在云梦湖边, 等到了之后才发现薛安正悠哉悠哉地钓鱼呢。 却先生, 谭小语低着头, 恭敬地说道, 薛安抬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找我有事吗? 谭小语咬了咬牙, 然后说道, 薛先生可知道现在网上因为你的事, 已经天翻地覆了。 薛安唯唯一争, 然后摇了摇头, 怎么了? 谭小语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薛安听完了淡淡一笑, 不知可否, 谭小语却有些着急了, 薛先生, 我父亲说您一身修为可以通神, 可毕竟这个指天老人不是一般人, 您可得当心啊。 薛安点点头, 还有其他的事吗? 谭小语突然有些恼火, 自己好心好意地过来提醒, 没想到薛安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薛先生, 我觉得您最好能出面回应一下, 不然会让舆论对您越发的不利的。 薛安却好似没听到, 反而看着眼前这烟波浩渺的云问湖。 你看这湖大不大, 薛安突然问道, 谭小语一愣, 然后点了点头, 很大, 那你说, 我这一干能不能将所有的鱼都钓起来。 谭小语不明白薛安想干什么, 但还是摇头道, 怎么可能, 薛安淡然一笑, 手握住吊杆, 轻轻地一提。 本来平静的湖面突然开始沸腾, 然后随着薛安慢慢往上提, 无数条鱼犹如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托住一样, 逐渐浮出了水面, 然后漂浮在了空中。 这一幕让谭小语的呼吸都为之停止了。 而这时候, 谭小语才看清, 薛安的吊杆上, 压根就没有余线。 薛安淡淡地说道, 你们看他厉害, 可在我眼里, 他就如这云问湖一样, 虽然看起来很大, 但还是太小了。 第六十章五道大会, 一, 离五道大会还有三天的时间, 可清芒小镇已经热闹起来。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舞者以及舞蹈爱好者全都蜂拥而至, 就为了看一看这四年一度的热闹。 尤其今年的舞蹈大会还有着影视高手重新出山替徒人报仇的噱头, 更是引来了很多人的好奇。 此刻的清芒镇, 行走在大街上的一个不起眼的老头, 可能就是一位成名已久的舞蹈高手。 各处旅馆酒店更是全都爆满, 老板们乐得眉开眼笑, 恨不得每天都是舞蹈大会才好。 此刻, 在运来酒店门前, 缓缓停住了一辆路虎, 然后从上面下来了一男一女。 这两个年轻人全都衣着光鲜, 神情巨傲, 男子抬头看了看这酒店, 有些轻蔑的一笑。 算了, 找了半天也就这家酒店还算上点档次了, 凑合着住吧。 旅还长得挺漂亮, 只是神情冷傲, 文言唯唯一皱眉, 然后点了点头。 好吧哥, 也不指望这破地方能有什么好酒店了。 这两人都是来自省城, 说话的男女乃是兄妹, 男的叫石浩, 女的叫石竹力。 此次来青芒镇, 自然也是为舞蹈大会而来。 石浩自幼便跟随名师学习内加权, 一身舞蹈修为极为深厚。 石竹力也不错, 一身的永春修为在女子之中算是佼佼者, 只差一步便踏入真人之境。 一行人走进大厅, 正好薛兰在这里, 见到来了客人便走上前来。 你们这最好的套房是什么? 给我们来两套, 持竹力冷冷到, 薛兰歉意地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现在只有标准套房了, 而且只剩下了一套。 十号看到薛兰, 眼前便是一亮, 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之中, 还有这样轻力脱俗的女子。 持竹力有些不满, 傲然道, 钱不是问题, 我们必须要最好的套房。 快去准备, 薛兰还要说什么? 宋益走了过来, 二位, 现在客房都爆满, 并不是钱的问题。 您看, 石竹力冷笑一声,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 现在就去给我准备, 否则, 我砸了你的电。 持家在省城也算名流, 石竹力自右边娇声惯养, 行事十分的嚣张霸道。 宋益的笑容尽冷, 几位, 这个恐怕, 不好吧。 十号这时候冷笑道, 我妹妹说的没听到吗? 爆满就让其他人离开, 反正我们注定了。 这时越来酒店的保安舰有情况, 变围了过来。 十号一脸傲然, 毫不在乎, 他此次来青芒镇, 可是雄心万丈, 准备杀入天交榜的。 而且他自信自己有这个实力, 在省城, 他打过很多的地下擂台赛, 战无不胜, 有惊男小拳王的称号。 所以对这些保安, 他不屑已故, 就在其分陷入紧张的时候, 门外又来了一支车队, 全是一水的黑色奥迪, 停在酒店门口后, 从上面下来了一行人。 等进了大厅, 薛兰眼前便是一亮, 急忙赢了过去, 小安哥。 来的人正是薛安谭小雨 以及华婷婷一行。 秦宇本来也想来, 可临时有些事走不开, 所以只得作罢。 见到薛兰后, 薛安唯唯一笑, 两个小丫头则一口同声 必喊道, 蓝宜。 宋义也走了过来, 十分恭敬地一弯腰, 见过薛先生。 这算是将十号一行人 给晾在一边了, 十号盯着薛安, 神情阴沉下来。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这么大战士, 而且陪在他身边的女人, 可是一个赛一个的漂亮啊。 十号看得都有些眼花缭乱了, 心中不禁更加地不满。 看那身形单薄的, 自己一拳就能击飞了, 估计连个舞者都不是。 凭什么这么多美女都陪在这个小子身边, 不过谭小宇却注意到了石竹丽, 不禁惊讶道, 你是竹丽。 石竹丽先是一愣, 然后也认出了谭小宇。 谭小宇曾经在省城的五校待过一段时间, 和这个石竹丽还曾住过一个寝室, 所以自然认识。 不过两人的关系谭不上多好, 但能在这里遇见, 倒是有些意外。 石竹丽娇惊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小宇, 你们这是, 哦, 这是我父亲, 还有婷婷妹妹, 我们来自然是来看热闹的。 谭小宇刻意没有介绍薛安, 因为他觉得, 现在很多人都在查到底是谁杀了于庆, 所以薛安的身份最好少被人知道的比较好。 原来是镇北武馆的谭馆长, 十号岛也知道镇北武馆的名头, 但也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拱手而已。 房间都安排好了吗? 薛安这时候问宋毅, 宋毅点头, 薛先生, 我知道您要来后, 便都安排好了, 特意给您留下了一套总统套房, 方便您和两位千金住。 薛安点点头, 这个宋毅做事倒是滴水不漏, 可正要上楼, 石竹丽有些恼默地说道, 你们不是说没有总统套房了吗? 凭什么他能住? 这个质问让宋毅的神色变得难看起来, 想当年他在中都也是风云人物, 多少首长大权的大人物都对他毕恭毕敬, 现在却被一个黄毛丫头呵斥, 这让他有些下不来台。 因为他是这里的老板, 有问题吗? 宋毅冷声道, 石竹丽还想说什么, 谭小宇为了不将事情激化便说道, 算了算了, 再给你们安排一套便是了。 10号则冷冷地看了一眼上楼而去的薛安。 从始至终, 薛安都没看他们一眼, 因为在薛安看来, 这二人连被自己注意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在10号看来, 这倒像是薛安怕了, 估计就是个穷乡僻壤之中, 手里有几个钱的土鞭而已。 倒是他身边的女子都长得不错, 比如那位华婷婷, 充满了知性美, 十分和10号的胃口。 想着想着, 10号便打定了主意, 等回到房间后, 10号便问自己的妹妹, 这个谭小宇和你关系怎么样? 持竹丽摇了摇头, 一般而已, 那晚上邀请她出来吃顿饭吧, 持竹丽有些疑惑, 哥, 你该不会看上这个谭小宇了吧? 10号嘴角浮现出一丝傲然的笑容, 玩玩而已, 他父亲不过是个正备武馆的馆长, 跟我比, 还不够资格。